苏锦找过去的时候 老太太正带着一堆人 站在那等待着陆志宁的到来 老太太被不少的豪门夫人簇拥着 那模样宛若众心捧月 哎呀 老太太 你的福气甚好 儿子争气 孙女又极其优秀 这清城的少爷们为了小曼 都快把赵家的门槛踩破了 没曾想 小曼竟是认识陆家的少爷 早知如此 就应该劝劝那些人 省点力气 毕竟这清城 谁能与陆二少相提并论 老太太故作矜持地开口 小曼与陆二少 目前还只是大学同学的关系 你们说的那些 还早着呢 老太太这句话里的目前两个字 格外引人遐想 不少人当即就挠不出了 许多乱七八糟的剧情 因着这句话 又多了不少人捧着老太太 老太太眉梢眼角 满是数不尽的得意 苏锦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她一出生 就打断了这场重心捧月的场景 赵老太太 她声音清脆嘹亮 话音一落 便有不少人 朝着苏锦的方向看了过来 众人瞧瞧苏锦 再看看苏锦身后的苏正光 以及楚琳 他们很快就猜到了 眼前的人是谁 可不就是圈子里 正出名的小祸害苏锦吗 众人在一细想 立马就明白了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说起来 赵老太太还是苏锦的外祖母 只是赵家跟苏家的关系一般般 现在 苏锦突然出现在这儿 难道是来祝寿 但是这苏锦 怎么不喊一声外祖母呢 围在一起的人 心思各异 虽然他们捧着老太太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吃瓜看戏 本来赵家今天就挺热闹了 要是苏锦再闹一下 怕是最近半个月的饭后 谈字都有了 老太太脸色不悦地望着苏锦 心里想着 派去的庸人 未免太废物 竟是连这么一点小事 也办不好 她艰难地扯出一道微笑 这孩子 都长这么大了 这么多年 吃了不少苦吧 苏锦眼底满是玩味 老太太的演技 实在是太假了 连书云都比不上 她今天来这儿 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折腾了这么半天 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送份寿礼 苏锦小脸认真 说出的话直白而又简洁 老太太 我们之间没什么感情 场面话也就不用说了 你刚刚对我是什么态度 你心里清楚 老太太脸色微变 这小祸害怎么回事 是想在她寿宴上闹难堪吗 苏锦沉声道 看在你与我母亲 是母女关系的份上 我送你一份寿礼 文言 老太太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来闹事的 下一秒 她就听苏锦说道 这份寿礼是八个字 老太太你要记好了 老太太 苏锦光 算了 八个字不值钱 正好省了份寿礼 至于那八个字 苏锦光默默地 给老太太点了根蜡 不是她吹 她敢肯定这八个字 不是什么好字 老太太听了 能当场弃婚的水平 苏锦 邪碎入宅 富贵难久 漫不经心的声音 落入在场所有人耳中 第五十一章 邪碎入宅 富贵难久 苏锦光暗暗感慨 还好自己早有准备 自家女儿能说出来 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话 短短八个字 惊了所有人 老太太抬起胳膊 颤着手指着苏锦 你 你 你给我滚 她没有这样的外甥女 竟然诅咒她赵家 过分 实在是太过分了 老太太被人扶着 差点气得当场昏过去 她费力地望向苏锦光 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 从今天开始 你苏家的人 再也不要踏进我赵家半步 苏锦光哼了一声 老太太 你听着 不是你们赵家与我苏家 划清关系 要不是看着那点血缘关系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带着阿锦来你这受气 还走偏门进偏听 呸 是个体面人都做不出这种事 眼看着这话一出 老太太站都快站不稳了 苏锦光拉着苏锦 就开始跑 哎呀 要是跑得慢了 赵家的人动手打他们怎么办 楚琳顿了两秒钟 也跟着跑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跑 但是师父都跑了 他也得跑 三人一路跑了出去 只不过 在没人带路的情况下 苏锦光在赵家多绕了一圈 恰好与陆志宁那一行人错过 陆志宁到场的时候 局面已经混成了一团 赵静见此 慌得一批 又慌又心惊 怎么老太太脸色那么白 这可是寿业啊 可不能再出事了 旁边的人三言两语地 将事情说了一遍 当然这些话里面 天由加错了不少 这些人将所有的过错 全都推到了苏锦的身上 赵静沉着脸 在那咒骂苏锦 小祸害 果然是个小祸害 他就应该死在外面 永远不要回来 赵静边骂边去扶老太太 您看 陆少爷来了呢 可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昏过去 老太太一听到陆少爷三个字 顿时就清醒了 脑壳也不疼了 脸色也不苍白了 浑身有劲 双眼炯炯有神 陆少爷 他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满是讨好之意 这时 他们在注意到 陆志宁的脸色有些黑沉 赵静反应比较快 张口就想道歉 却被陆志宁冷漠无情地打断 不必再说什么了 今天我来赵家 确实是我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是我没打听清楚 苏锦与你们的关系 误以为你们是他的亲人 这才来了 赵家打算为老太太助寿 既然你们把他当成祸害 那我与你们赵家 也没有接触的必要了 陆志宁向来不是个话多的人 但有些事 却一定要说清楚 他是为苏锦而来 也是为苏锦而走 区区一个赵家 从来都入不得他的眼 陆志宁转头就走 走得干脆利落 赵老太太跟赵静当场傻眼 愣时愣了好一会儿 也没反应过来 什么 陆少爷不是为了赵卖来 而是为了苏锦 第五十二章 桃花缠身 却无一朵良配 不等赵老太太和赵静有所动作 其他人一瞧见情况不对 有点脑子的 纷纷借此机会离开 刚刚还对着赵老太太 鳄鱼奉承 满是讨好的众人 跑得比谁都快 原本热热闹闹的赵家 眨眼间 没剩下几个人 那些在场的人 哪个不是人精 陆二少爷的话 说得那叫一个明明白白 他陆之宁是为了苏锦而来 也是看在苏锦的面子上 才参加的寿宴 可赵家做了什么 老太太把苏锦赶了出去 陆之宁那样的人物 想解决掉一个赵家 简直是轻而易举 事已 又有谁又会在陆二少爷 圣怒之时 继续留在赵家 老太太跟赵静看着空落落的院子 心底的落差 基本上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他们哪里能想到 陆少爷看中的 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赵曼 而是他们心底格外嫌弃的 小祸害苏锦 老太太张张嘴 身子一晃 似是受不了这个打击 直接昏了过去 赵静慌忙喊人 将老太太送去医院 至于他那个女儿赵曼 他扫了一圈 没瞧见人 这会情况紧急 赵静也没什么心情找人 赵家一时之间兵荒马乱 苏锦等人刚回到苏家 陆之宁就跑了过来 他进了门 一看到苏锦 连忙上前道歉 苏关主 对不起 这次的事情 是我考虑不周 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陆之宁有些尴尬 他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他手底下的人 已经跟他汇报了一些情况 听到赵家的人 让苏锦几人 从偏门进去的时候 陆之宁就知道 赵家的大门 为什么会倒了 真真的作死 苏关主这样的小仙女 他们也敢得罪 而且苏关主免费送上寿礼 八字真言 赵家的人 竟然还不知道珍惜 但凡赵家的人 仔细调查调查 就应该知道 凡是苏关主说过的 无疑不应验 楚琳一看到陆之宁认错 张口就是噼里啪啦 一阵怒骂 陆之宁被骂得也不敢还口 只敢叙叙地瞪了楚琳一眼 乃料 楚琳气焰更胜 你还敢瞪我 你瞪我 我告诉你陆之宁 不要以为你是我表哥 你做错了事 我就不会指责你 我这个人很公平的 错了就是错了 我师父这种小仙女 不好意思开口骂你 所以 我得替他好好地教训你 不然以后 你还不长记性 都多大的人了 做事之前也不知道调查清楚 楚琳又开始骂骂咧咧 陆之宁 呸 熊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分明就是随便找个借口骂他 但这事 确实是他有错在先 他任由楚琳避避了一会儿 也不还口 反正等会儿楚琳累了 也就不折腾了 陆之宁跟苏锦淡定地瞧着楚琳 几分钟后 楚琳默默地闭嘴 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 苏锦看向陆之宁 陆少爷不必如此 你出不出现 赵家都不待见我 话落 苏锦眼底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陆少爷在清城的事情 应该处理完了吧 许事话题转得太快 陆之宁愣了一下 处理完了 过几天 我就跟我母亲一起回京城 他在清城也没什么事 袁三爷那边不需要他 至于楚琳 他跟母亲也都很放心 跟着苏冠主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 总比以前当个顽固子弟好得多 第52章 桃花缠身 却无一朵良配 是已 他们过几天就会离开 苏锦点点头 没事就早点回京 却是鹅脚一跳 他诧异地看向苏锦 师父一般都不会随便说话 可刚才 那接连的两句话 就像是在暗示着 会发生什么大事一般 可是 他表哥的大劫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难不成还会出什么问题 苏锦想到那位面善的陆夫人 神色不禁温和了几分 他拿出两道符递给陆之宁 你与陆夫人一人一道符 随身带着 陆之宁微微诧异 他和母亲身上 都已经有护身符了 苏锦小脸认真 这是天雷符 具有很强的攻击力 一听到天雷符 以及攻击力两个词 陆之宁眼神顿时就亮了 再想想刚刚苏锦问的那几个问题 陆之宁瞄懂 看来是苏关主 知道他们要回京城 所以提前送上临别礼 他十分小心 而又郑重地接下苏锦给的天雷符 苏关主 您的心意我收到了 苏锦淡定地打断他的话 别跟我谈感情 伤钱 哎 他只是一个想赚钱见到关的小可怜 怎么人人都喜欢跟他谈感情呢 好在陆之宁反应快 麻溜的就要拿出手机 给苏锦转账 苏锦却又继续说 天雷符现在五百块一到 转一千给我就行 他的符得涨价 他决定了 以后每道符都涨到五百块 陆之宁笑了笑 看着苏锦认真的小脸 只觉得苏关主这样的小仙女 不仅仙气十足 还有些可爱 他赚了一千 小声道 苏关主 其实您的符可以再涨一些 五百块 到底还是低了 苏锦眨眨眼 祝你好运 陆少爷这个人吧 确实还行 但是呢 可能就是因为人不错 以至于 总是会招一些烂桃花 唉 桃花缠身 却无意躲良配 陆少爷这姻缘线 当真是坎坷 苏锦叹息一声 对着陆之宁挥了挥手 示意他可以走了 陆之宁 嗯 苏关主这算不算是 拿了钱就赶人 说好的给了钱 态度就会好一些呢 他拿着符离开的时候 抬手拽着楚灵 一起走了出去 还在思索着 陆之宁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楚灵 错不及防 就挨了一拳 陆之宁 下次再敢骂我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楚灵抬头瞧着陆之宁 左看看右看看 可惜他什么也没看出来 徒弟就是徒弟 他确实比不上他家师傅 以后需要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 陆之宁不明所以 他打了楚灵一拳 照着楚灵这脾气 不得跟他避避几句 怎么这会儿这么安静 他伸手摸了摸楚灵的额头 你没事吧 楚灵打开他的手 中气十足 我当然没事 有事的是你 楚灵在心底默默补充了一句 但师傅说过 天机不可泄露 即便他听出来了 师傅刚刚的提醒 但他也不敢直接 当着陆之宁的面 再次说出来 第53章 八字真言 了却因果 楚灵的态度奇奇怪怪 引得陆之宁多看了他两眼 怎么 你今天借题发挥 难道还没骂够我 陆之宁眼底有笑意闪过 因为陆家的地位 清城这边 经常会有很多人 怀有各种目的接近楚灵 以至于 楚灵没能交到什么真心朋友 大多数都是怀有各种目的 一连被欺骗了很多次感情的楚灵 后来也就渐渐地看开了 明面上 楚灵也不再跟陆家有什么来往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楚灵跟他的关系不好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他们表兄弟的感情 很好很好 闻言 楚灵哼了一声 骂几句怎么了 你不还打了我一拳 陆之宁 哦 我只是怕你骂我累着了 楚灵 你走开 他像是那种 弱不禁风的废物吗 骂个人还能累着 陆之宁笑着就要转身走人 楚灵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等一下 楚灵从身上找出来两道符 这是之前他在酒店里的时候 跟师父买的 他当时看着这符 觉得很好玩 贴在铜镜上面 就能看到对方那边的画面 虽说手机视频也很方便 但这符纸 连信号都不需要 算起来 有危险的时候 倒也能拍得上用场 陆之宁叹口气 有些无奈 怎么你跟苏关主 都送我符纸 以后 你要是成了玄亲官的首席大弟子 学会了画符 那岂不是要 天天送符纸给我 楚灵嫌弃地发了个白眼 我要是成了首席大弟子 那我的符绝对不会白白送给你 不拿钱来买符 门都没有 楚灵又说了一下 这道符纸的作用 上次处理夜灵事件的时候 陆之宁也在 见识过这符纸的效果 并不需要他过多解释 送完了符 楚灵扭头回了苏家 倒是陆之宁 怀里揣着几道符的他 觉得有些稀奇 唉 他的人员是真的不错 苏关主主动送符给他 表弟也送符给他 他来以后 四舍五入 他也算是玄清贯弟子的家属了 陆之宁没急着走人 他转身又进了远景的别墅 陆之宁琢磨着 以前什么都比不过远景 可如今 他的表弟 已经是苏关主的弟子了呢 这一方面上 陆之宁觉得自己 可以去炫耀炫耀 这该死的胜负心 让陆之宁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一见到远景 他就把苏关主 还有楚灵送符事件说了一遍 没烧眼角都是得意 三爷 老实说 你现在是不是很羡慕我 远景沉默了几秒钟 他看着陆之宁美滋滋的模样 眼底闪过一丝同情 这傻子是真的缺根精 也不想想 苏锦为什么会送他一道 具有攻击力的天雷符 本着看破不说破的态度 远景敷衍地点了点头 第五十三章 八字真言 了却因果 然而 远景的态度 在陆之宁看来 更像是羡慕嫉妒 被他占据了上风 圆三爷已经哑口无言了 炫耀了一番之后 陆之宁这才喜滋滋地离开 瞧着陆之宁远去的模样 远景深深叹了口气 他就祝陆之宁 自求多福吧 楚琳一进苏家 就把自己给了陆之宁一道福的事情 小声汇报给了苏锦 苏锦微微挑眉 眼底满是慈爱之意 嗯 很好 大徒弟还挺聪明 不愧是他看中的徒弟 就是大徒弟忘了要钱 不过这也无法 以后慢慢来 紧接着 楚琳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 他对这事 有些好奇 虽然知道不该问 但还是有些疑惑 师父 你为什么要去赵家 送上八字真言呢 师父好像说过因果这种东西 他们悬门中人 不能随便沾染 师父亲自上门提醒 岂不是沾染了 因 苏锦毫不吝啬地夸奖了几句 很好 勤奋好学 以后如果还有疑惑 一定要多多问我 楚琳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玄疾 他便听到苏锦解释 因果这种东西 向来不好算得轻 赵家老太太的女儿 是我的亲生母亲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我与赵家就已经有了因果 我母亲生我之时 大出血而去世 这又是一个因 我登门送上八字真言 不过是看了我母亲的薄面 亲自了却我与赵家的因果 仅此而已 再无瓜葛 楚琳点了点头 隐约间明白了一点点 但又好像不是全都明白 他抓了抓头发 无妨 时间还长着 你在苏家好好学习便是 苏锦又贴心地安抚了一下 楚琳的心情 可谓是愉悦极了 他家师父 怎么可以这么温柔呢 温柔贴心还有耐心 楚琳二话不说 转头就去厨房洗水果 呜呜 他要好好地孝敬孝敬师父 苏锦瞧着楚琳匆忙地身影 滴滴地叹气 他默默拿出手机 手机页面上的搜索栏 显示着这么一个问题 如何做一个好师父 这个问题的下面 排在第一行的答案写着 要多夸奖孩子 让他更有自信 苏锦继续看着页面上的经验之谈 第53章 八字真言 了却因果 心想 哎 他也是第一次当师父 没什么经验 可不能把徒弟带歪了 虽然徒弟看起来不大聪明 待人还是不错的 他勉为其难地 多夸夸他吧 万一打击坏了 那就麻烦了 几分钟后 楚琳快乐地端着果盘 小跑到了苏锦面前 苏锦脸上带着笑意 你把这个果盘送到楼上 楚琳那张脸顿时就垮了 师父 你不能这么坑徒弟啊 此时此刻 苏家的楼上 苏正光安静地坐在那儿挨骂 摇跃骂人的时候 比楚琳凶多了 摇跃喊到了楼上 然后 摇跃把房门一关 张口就开始骂他 他也是郁闷的一批 他哪能想到 赵家发生的事 这会儿都已经传开了 摇跃喝口水 缓了一秒钟 赵家都让你们从偏门进去了 你居然都不知道 护着阿景 你怎么就那么废物呢 废物苏正光 那他也不知道 老太太能这么不在意阿景 要不你歇会儿再骂 苏正光弱弱地建议 摇跃冷喝了一声 早知道苏正光这么没用 他就应该跟着一起去赵家 敢让他加阿景走偏门 他能掀了赵家的房顶 也不看看赵家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配让阿景亲自登门吗 这时 房门被人敲了两下 摇跃走过去开门 看到来人是楚灵 他才勉强给了他好脸色 楚灵慌忙道 师父让我给你送个果盘 怕你累着 摇跃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阿景真贴心 话音一落 摇跃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他连忙询问 阿景听到我骂人了 楚灵不仅师父听到了 他也听到了 摇跃抱着果盘 脸色一沉 反手就关上了房门 被关在门外的楚灵 默默地转身离开 下一秒 他就听到摇跃在里面嗷嗷叫 我完了 我的人设崩了 苏正光我要杀了你 你还我温婉贵气人设 楚灵憋了几秒钟 然后很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唉 在苏家住下以后 每天都有很不快乐 就是不知道他表哥这次 又是什么劫难 第五十四章 一表哥他失踪了 陆志宁揣着服美滋滋地回了酒店 他将其中一道天雷服 送到陆母手中 这是知道我们回京 苏关主特意给我们准备的礼物 陆母闻言 脸上浮现一抹温和的笑 苏关主是个很不错的人 是啊 楚灵在他那 我也算放心 陆志宁复合道 随后 他又说了一下这道服的作用 对了 这是天雷服 具有攻击力 与之前的护身服不一样 陆志宁解释了一下天雷服的作用 陆母听后 越发觉的苏锦细心 不仅有护身服 如今连具有攻击力的天雷服 也为他们准备了 下次再见面 定要好好感谢 紧接着 陆母脸色疏地一变 赵家的事 你知错了吗 枉他以为陆志宁成熟了不少 没想到如今办事 还是不够细心 连情况都没弄清楚 就应了赵家的邀约 赵家那边的事 在陆志宁回来之前 便有人向他汇报了 他这才知晓 陆志宁把这事办砸了 陆志宁脸色一垮 是我办事不利 我已经跟苏关主道歉了 苏关主也没跟我计较 还送了福 苏关主不与你计较 那是他大度 陆母沉着脸 教训了陆志宁一番 原本是好事 可结果 就因为陆志宁办事的时候 没有调查清楚 把事闹成了这样子 陆志宁在心底叹口气 然后老老实实接受陆母教训 能怎么办呢 他也很无奈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安静爱恤 过了一会儿 陆母才不再继续追究 他嫌弃道 你去收拾收拾东西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晚上就离开清城 怎么这么着急 陆志宁有些茫然 之前不是说好了 再等几天吗 陆母 我这不是不放心 你父亲吗 想早点回去 反正清城这儿的事情 都已经解决了 倒是陆家那边 上次陆昭一回去之后 也没再回个信给他们 他这心里 总觉得有些不安 陆志宁点点头 好 我这就去收拾一下 他的东西不多 几分钟就能收拾好 陆志宁走出房间 转身打开了 隔壁套房的房门 他进门的动作 呼得顿了顿 几乎是下意识 回过头扫了眼 狭长的走廊 空无一人 陆志宁微微诧异 看来是他 自己想多了 刚才那一瞬间 还以为有谁在注视着他 这么想着 陆志宁伸手摸了摸 自己戴在身上的护身符 嗯 有苏关主的护身符在 他没什么可担心的 陆志宁抬一脚就走了进去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隐藏在暗处的女人 眼底闪烁着异样的光 陆母在房间里等了十分钟 也没等回陆志宁 他有些疑惑 难不成这孩子 还因为他说了几句 就倒脾气了 没道理啊 他儿子的脾气 他很了解 不至于挨几句训 就跟他甩脸色 何况他这是在叫他为人处事 更不可能因为这点事 故意慢吞吞的拖延时间 第五十四章 你表哥他失踪了 陆母疑惑了一瞬 然后直接去了旁边的房间 他敲了敲门 喊道 知宁 你收拾好了吗 陆母站在门外等了半分钟 没人来开门 也没人应答 他心口一紧 慌忙拿出手机 给陆志宁打电话 依旧没人接听 陆母顿时有些慌 急匆匆地联系了酒店的经理 经理知晓陆母的身份 不敢怠慢 二话不说 就拿了房卡 开了陆志宁那间套房的房门 这陆少爷 万一在他们酒店里出事 他们酒店可承担不起后果 房门被打开 陆母慌慌张张地跑进去 却见房间空空荡荡 唯独地上的行李箱 格外显眼 这场景 明显是收拾东西 收拾到了一半 陆母匆匆检查一番 却在地上看到了陆志宁的手机 陆母脚下一软 险些跌倒在地 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 这么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不见了 旁边的经理也是慌得不行 连忙吩咐人去掉监控 他小心翼翼地安抚 夫人 少爷可能是临时有事 急着出去 一不留神 就忘了带手机 说到这 经理看了眼不远处放着的钱包 心口也是狠狠一紧 现在这年头 大多人都是手机不离身 就算钱包忘记带身上 手机也不可能忘记 手机这么重要的东西 经理不敢往深处去想 只盼着最好是虚惊一场 酒店的人 很快就把监控送了过来 陆母从监控中 看到陆志宁离开他的房间之后 就回了隔壁房间 开门的时候 他停顿了一下 回头扫了一眼走廊 然后他便走了进去 监控视频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只见接下来的监控画面 全是黑屏 什么也看不到了 你们的监控是怎么回事 陆母立声质问 经理也是慌得要命 可能 可能监控坏了 这话说出来 经理自己都不信 好好的监控 偏偏在这种关键时刻坏掉了 肯定是有人故意为止 经理脑门上全是细密的汗 陆 陆夫人 您看现在陆母眼前一亮 突然就想到了苏锦 她没有苏锦的联系方式 只能急匆匆地给楚琳打电话 楚琳 你表哥 她失踪了 我找不到她了 陆母语气里满是担忧与害怕 叶玲的事情才过去没几天 不曾想 又出了这种事 陆母眼眶一红 眼泪开始在里面打转 楚琳接到电话的时候 也是猛的一批 这才几个小时的时间 表哥就出事了 姨母你先冷静 我这就过去 你现在在哪 陆母声音里带着几分哭腔 酒店 她擦了擦眼泪 挑着重点把情况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 她颤着声询问 你能请苏关主来看看吗 楚琳匆忙回答 我这就去找我师父 挂了电话 楚琳飞快地思索陆知宁 离开苏家之前的情形 听出其中深意 有些事 终究是躲不过 这难道就是师父说的天意吗 第五十五章 苏关主 求你舅舅知宁 楚琳不敢耽误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苏锦面前 师父 我表哥他失踪了 苏锦微微一顿 眼神闪过叹息 天意不可为 陆知宁命中有此一劫 若他早早离开 或许能避开 但 即便在他的提醒下 陆知宁仍就入了劫难 苏锦没急着说什么 他绕到玄清灌钱 点了三只香 祖师爷 我又要去赚钱了 只是这一次 还望祖师爷提点 楚琳看得不太明白 他站在一侧 也不敢出声 须于 苏锦眨了眨眼 朝着祖师爷拜了拜 多谢祖师爷指点 楚琳没了几秒钟 他自是没有看明白 祖师爷的指点 也不知道祖师爷 何时给了指点 他茫然 而又心急地望向苏锦 师父 我们现在能去酒店吗 苏锦点头 可以 不过你在去酒店之前 可以先给祖师爷上炷香 闻言 楚琳连忙恭敬虔诚地 为祖师爷上香 希望祖师爷保佑 可以一切顺利 在楚琳将手中的香 放入香炉的时候 不知是不是错觉 楚琳恍惚感觉到了一道阻力 楚琳错愕地 抬头看向旁边的苏锦 苏锦冲他点头示意 继续 紧接着 楚琳将手中的香 继续靠近香炉 那道阻力 似是在一点点减弱 呼的 楚琳感觉掌心一热 那道阻力 也跟着竞树消散 楚琳微微勾唇 虽然不太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次的事 由祖师爷保佑 应当可以顺利不少 苏锦见那三支香 虽是忽明忽灭 却始终没有灭下去 心底隐约知晓了 祖师爷的意思 祖师爷不太乐意 让他去插手此次事件 既然他要去管这事 祖师爷也不会阻拦 我们去酒店 苏锦淡定说道 从苏家走出去的时候 苏锦给远景发了条消息 他建议远景 跟他一起去酒店 因为 他不能保证 何时能赶回来 远景一收到消息 便立马下楼出现在苏锦眼前 跟着他们一起出发 楚琳看到远景的时候 也没多想 只以为远三爷是关心陆之宁 才会跟他们一起去酒店 楚琳在车上 简单地把陆母说过的那些情况 跟苏锦说了一遍 苏锦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楚琳悄悄地又问了句 师父 您觉得他的劫难 会有生命危险吗 苏锦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闪现一抹笑意 不会有生命危险 陆少爷命格不错 就是吧 容易招一些烂桃花 楚琳恍惚了几秒钟 他立马想到了夜灵的事情 你是说 他又 楚琳没继续说下去 只觉得他表哥这运气 真是绝了 夜灵的事情 陆之宁完全就是无往之灾 如今又冒出来一朵烂桃花 哎 虽然师父说了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万一表哥那个万年单身狗不开窍 一不小心刺激了烂桃花 那还是会有很大危险 楚琳忧心忡忡 三人赶过去的时候 你舅舅之宁除了走廊上的监控坏掉了以外 其他监控都没有坏掉 然而 根据其他监控来看 并没有看到陆之宁离开酒店的身影 这对陆母来说 完全就是个很不好的情况 他十分怀疑 陆之宁又遇见了夜灵类似事件 苏锦没有跟楚琳 远景一起上电梯 他提醒道 你们坐电梯 我去爬楼梯 看一眼楼道里的情况 楚琳 远景 我陪你一起 苏锦看他一眼 眼底有几分嫌弃 你没我跑得快 被嫌弃的远景 倒也不必如此直接 就不能委婉一些吗 远景眼睁睁地看着苏锦扭头离开 事实证明 苏锦一点也没有夸张 苏锦爬楼梯的速度 确实很快 他出现在十四楼的时候 远景跟楚琳还没出现 他抬脚就要往陆之宁房间的方向走去 刚走了几步 却被人拦住 经理这会儿 心情正烦躁 乔建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他语气不太好 你谁 这里是你能随便闯进来的吗 苏锦语气平静 我找陆夫人 经理眉头皱得更深 你以为你是谁 陆夫人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吗 这些天 他都碰见不少想见陆夫人的客人了 但还没有哪一个敢向他这么大胆 堂而皇之地闯到十四楼 苏锦也不生气 态度平静如水 陆夫人请我来的 经理像是听到了笑话似的 就你 陆夫人能请你过来 小姑娘 谎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 陆夫人现在正急着找陆少爷 怎么可能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过来 经理扭头就要喊人把苏锦赶出去 冷不妨 却听到苏锦淡淡的声音 先生 你就不想知道你入职这家酒店以后 为什么这家酒店连连发生怪事吗 经理顿了顿 诧异地回过头望着苏锦 酒店发生怪事 他怎么知道 紧接着 楚琳跟袁景赶了过来 一看到苏锦正在跟经理谈话 楚琳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师父 你爬楼梯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比他们的电梯还快 袁景 怪不得他会被阿锦嫌弃 原来阿锦真的可以很快很快 袁三爷面对苏锦时 再一次开始怀疑人生 他 还有机会追上阿锦吗 袁三爷眼神闪烁 晦暗不明 以前他很有自信 现在 似乎每天都在怀疑人生 楚琳的声音不低 几乎是他说完那句话 陆母就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一看到苏锦 他就像是看到了主心骨似的 苏关主 求你救救之宁 他脚下一软 身子控制不住地往前倾 眼看着陆母就要倒在地上 苏锦伸手揽住了他的腰 夫人 小心脚下 经理站在那目瞪口呆 他都没看到 这位小姑娘是怎么冲过去的 就像是突然闪现到那一样 他震惊地看了看旁边的楚少爷 这楚少爷他倒是有印象 只是楚少爷怎么还喊人家小姑娘师父呢 第五十六章 桃花节 陆母紧紧抓着苏锦的手腕 苏关主 知您他平白无故地失踪了 苏锦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手背 陆夫人别怕 他身上还有一道天雷符 性命无碍 他声音温柔清脆 带着令人幸福的力量 陆夫人一直提着的心 听到这话 算是放下来了几分 只是 想到陆志宁可能会遇到可怕的危险 陆夫人眼眶又开始发红 怎么这孩子那么多劫难呢 经理本就看不明白状况 在看到陆夫人与这位小姑娘的对话以后 整个人更加迷惑了 这位小姑娘究竟是何来练 能让陆夫人如此信任青睐 苏锦扶着陆夫人进了房间 袁锦与楚琳紧随其后 几人进去之后 楚琳反手把房门关上 直接将那位经理关在了门外 他家师父处理事件时 怎么能让外人在场 苏锦松开陆夫人 在房间中走了一圈 他站在正中间的位置 白皙的手指抬起 朝着虚空中轻轻一抓 顿时 手中萦绕出一团黑气 楚琳瞧不见黑气 只能看到他家师父的小白手 又细又长 他眨眨眼 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道 师父 您看 您能不能给我开个天眼什么的 不然 他什么都瞧不见 如何能进步 苏锦回头看他一眼 你觉得你的想法现实吗 楚琳摇头 很真挚地回答 不太现实 苏锦语重心长地教导徒弟 待你以后 道法到了一定的程度 便可以看到这些黑气 死气等 道法需要慢慢修行 切不可想着一步登天 楚琳乖巧地点了点头 下一瞬 苏锦另一只手 往楚琳脑袋上贴了一道符 符指眨眼间 引入他的体内 楚琳顿时感觉体内 有了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他的眼睛 双眼澄彻透亮 无比清明 他看向苏锦的右手 清晰地瞧见了一小团黑气 楚琳大喜 匆忙到 谢谢师父 虽然师父很严格地教育了他 但还是给他开了个后门 苏锦绷着一张小脸提醒道 不要高兴太早 这道符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也只能让你看见 最基本的黑气 以及邪物等 这道符 是用来给那些 见不到魂体的普通人使用的 所以 你还需要好好修行 既然成了他的弟子 刚入门还可以用这种符 再等些时间 若是还需要借着符指 才能瞧见黑气 那岂不是太废物 楚琳连连点头 他懂 他目光专注地望着那团黑气 只见苏锦手指微微晃动 那团黑气便很快消散 楚琳又仔细观察了一遍 陆志宁的房间 很快 他指着陆志宁的手机道 师父 手机上面也有一丝黑气 苏锦 嗯 这说明那人碰到过陆志宁的手机 楚琳 又学习到了新知识 开心 哦 等等 他的开心好像建立在了 他表哥的痛苦之上 楚琳默念了几句对不起 然后继续认真观察 陆志宁 塑料兄弟失锤了 苏锦又简单地掐算了一下 得出来的结果 与他的猜测基本相同 他转头看向一直没出声的袁锦 我记得 你跟陆少爷的关系还不错 第五十六章 桃花节 袁锦点头 还行 苏锦微微一笑 漂亮的眼睛里染了几分笑意 那就麻烦你看在陆少爷的份上 借我几个人 袁锦有些诧异 你想借什么人 苏锦也不绕弯子 我要你别墅外面的那些保镖 话音一落 袁锦瞄懂 可是这次的事情有危险 我可以再调一些人 苏锦歪头想了想 倒不是很危险 就是需要一些人压场子 毕竟人多看起来气场足 陆夫人在一侧小声道 我来青城的时候 也带了几个保镖 虽然不知道苏关主要做什么 但是关陆志宁 他肯定要配合 苏锦这才看向陆夫人 以陆家的身份地位 在青城拆个房子 应当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陆夫人挺着腰杆 当然不是问题 别说拆个房子 若是真有人伤了陆志宁 挖地三尺他 也要把人抓出来 那就行 苏锦扫了眼袁锦 让你的人去赵家 我们同在赵家会合 袁锦眉眼闪了闪 好 赵家 赵家的事 他倒是听说了 难道赵家还有如此胆子 敢对陆志宁下手 发生那样的事 赵家能做的 难道不是 求陆志宁高抬贵手吗 赵家这个关键词 让在场的几人都陷入沉思 陆夫人忍不住出声询问 赵家可是与知宁失踪的事情有关系 苏锦的回答向来严谨 这件事不能直接下定论 但我在赵家感受到的邪气 与刚刚抓到的黑气 乃是相同根源 话落 苏锦又补充到 陆少爷的这场结是桃花结 你们可以让人查一下赵家的小结 楚琳反应很快 我知道了 赵家老太太有个孙女 叫赵曼 平时在圈内名声很好 而且还有很多人追求她 这个赵曼 跟我表哥还是同一所大学的 据说 清城的不少豪门少爷都踏过赵家的门槛 可惜 赵家的人愣是谁也没看上 这事可是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不少人都对赵曼有很大兴趣 就连她 也曾好奇过 不过 也只是好奇一段时间 后来就没什么兴趣了 传言中这位千金言长得很是漂亮 而且学习成绩也很不错 各方面都很优秀 赵曼的颜值与学历 便是圈内追求者最常吹嘘的 但是 楚琳却觉得赵曼有点表里不一 既然赵家拒绝了所有人的联姻 对人家没兴趣 那怎么每次有人邀请赵曼参加宴会什么的 赵曼还照去不务 而且圈子里的公子哥送的礼物 他也从来都是照收不务 美其名曰 不能伤了人家的心 楚琳就觉得很恶心 看不上人家 何必还吊着人家呢 而且还吊着一大堆男人 那些送出去礼物的人 都以为赵曼对自己有好感 好几次 引得那些追求者为了赵曼大打出手 楚琳想想都觉得 这些人脑子有问题 摆明了耍着他们玩 他们竟然还为了赵曼争风吃醋 也不知道是脑子不好使 还是被美色迷了眼 楚琳把自己知道的情况 全都说了一遍 陆夫人的眼神有点一言难尽 他儿子该不会是被这个赵曼看上了吧 这是不是太倒霉了 听这形容 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人 第五十七章 邪气四溢 圆景的速度也不慢 几乎是楚琳声音刚落下去 他就把赵曼的资料发给了苏锦 苏锦挑挑眉 有些讶异 没想到 原警查资料的速度那么快 苏锦快速地扫了一眼赵曼的资料 这份资料很详细 而且最重要的在于 苏锦从资料里面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正如他所料的那样 从前的赵曼并不优秀 也不出众 是近几年才有了大的转变 逐渐变得漂亮 逐渐变得优秀 在外人看来 就像是一颗蒙尘的明珠 更容易让人接受 然而在苏锦看来 这其中有着很大的问题 这份资料里面 还有赵曼每一年的照片 若是放在一起 从照片来看 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不看中间那几年的照片 只看最近的一张 以及几年的那一张 就会发现很大的差别 苏锦将两张照片发给楚琳 楚琳看到的那一瞬间 整个人目瞪口呆 不能说这两张照片不是同一个人 只能说完全没有一丝重合的地方 他惊愕地说道 苏锦不忘记让楚琳学习知识 他模样认真 你仔细看这两张照片 虽说女大十八遍 但有一点绝不会改变 楚琳 袁锦试试开口 古像 对 苏锦朝着袁锦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就算他再怎么改变 他的古像也不会有变化 但这两张照片里 不仅容貌有变化 就连内在的古像也出了问题 在他没有整容的情况下 他的古像只可能是非人为原因所导致的 苏锦不疾不虚地下了结论 事情到这儿 已经逐渐明朗 邪碎入宅 富贵难久 袁锦想起苏锦送给赵家的八字真言 很多人都觉得苏锦在胡说 而知道苏锦实力的几人 却是猛然一惊 原来这邪碎入宅 与赵曼有关 苏锦面色认真地点了点头 赵家老太太寿宴 我便为赵家占了一挂 这八个字便是挂上的结果 但那时 他不知晓 邪碎与谁有关 直到回苏家以后 他瞧见陆之宁面向上的桃花节 他才隐隐约约有所预感 除此之外 便是他去参加寿宴时 一到赵家门口 就看出了赵家家宅有问题 赵家早已被邪气所笼罩 邪碎入宅 不得安宁 若是赵家从前多做些善事 或许有救 可惜 注定了是富贵难久之命 一个家族的兴旺 从来都不是一辈人的努力 需要好几代人去努力 但相反 一个家族却可以因为一辈人 就此日搏西山 楚琳越听越觉得 自己要学习的知识 还有很多 呼的 他好奇地问了一句 师父 请问你当初是修行了多久 才看得到黑气的呢 也好让他有个目标 苏锦看了看楚琳的模样 我觉得 你应该不想听到我的答案 话落 他慈爱地拍了拍楚琳的肩膀 听话 以后好好学习 勤奋努力 楚琳 他懂了 他师父肯定是个绝世天才 小小年纪 道法就已经如此高深 想来在修行上 大概也是一日千里 常人不可及 几人来到赵家的时候 远景的人已经先到了一步 元七上前开车门 请远景下车 随后 向苏锦汇报 苏关主 时间紧迫 我找了百十个人过来 苏锦威正 百十个人那么多吗 他当时的意思是 元景别墅的十几个人 就差不多了 结果元景 直接喊了百十个人 苏锦冲着元七勾勾手 要给他们结出场费吗 元七沉默了一瞬 不用 他们随时听候您的拆遣 第五十七章 邪气四亿 苏锦满意地笑了笑 那就好 不然百十个人的出场费 怕是得好几千块 这么想着 苏锦又低声道 如果需要出场费什么的 回头可以找陆少爷要 毕竟 这些人是为了陆少爷而出动的 元七悄悄地看了眼元三爷 见三爷不吭声 他配合地点点头 谢谢苏关主为我们考虑 苏锦 等会儿找几个人开路 剩下的全都跟在我们后面 拆房子这种事 动静可不得大一些 元七立马将苏锦的意思传达下去 他带来的人都训练有素 几乎是以极快的速度排排站 队伍有形 各个人高马大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楚林浮卓陆夫人 苏锦走在他们前面 来到赵家的时候 苏锦看了眼赵家的大门 这会儿 就算大门扶起来了 又能如何 苏锦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赵家的人一看到 那么一大波的人闯进去 立马就慌了 你们是谁 你们想做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话音未落 苏锦直接到 告诉赵静 就说京城路家来人了 庸人闻言 慌忙跑去找赵静 苏锦懒得在原地等待 他寻着那股子邪气 直接就往里面闯 有保镖开刀 没人敢阻拦 赵家虽然也有不少的庸人 但苏锦带来的人多 一瞧见有人想打电话 苏锦身后的保镖 便会立马上前 将其控制住 苏锦这边闹出的动静 很快就惊扰到了赵静 赵静几乎要愁白了头 老太太被送去了医院 他回来处理赵家的事 哪想到 还没松口气 又听到陆家来人了 而且还带着一大堆保镖 赵静听了以后 差点当场昏过去 好家伙 他这是招谁惹谁了 等赵静赶过去的时候 苏锦已经带着人来到了三楼 他准确无误地 停在赵曼的房间门口 有了扶纸加持的楚琳 也能看出这间卧室很不对劲 邪气肆意正在侵蚀赵家 邪气阴森冰冷 楚琳下意识 把陆母扯到了身后 姨母 你等会儿不要冲动 要听我师父的 楚琳低声叮嘱 陆母 好 赵静一看到苏锦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苏锦 你又 怒气冲冲的话吼到了一半 赵静又生生咽了回去 不对 苏锦身边的人 看起来都不太好惹 赵静想到 苏锦与陆志宁不太对劲的关系 他努力心平气和地问道 苏锦啊 你是有什么事吗 还有你说的京城陆家 他们在哪呢 楚琳冷冷地逆抬眼 你看清楚了 这就是京城陆家的夫人 我姨母 赵静刚想上前示好 冷不防被苏锦打断 别跟她废话 先把事处理了再说 楚琳立马反应过来 元七上前开门 却没能打开房门 苏锦一把将元七扯到一旁 她抬腿 一脚踹过去 直接把那间卧室的房门 踹倒在地 元七 懂了 又是拖后腿的一天 这时 赵曼走了出来 她从容地望着苏锦一行人 脸上故作疑惑 这是出什么事了 每天两更 作者会尽量加更 第五十八掌 我不许你伤害我的神像 苏锦目光淡淡地落在赵曼身上 别说苏锦 就连旁边的楚琳 都能看出来赵曼身上的邪气 楚琳默默默地跟赵曼拉开一段距离 生怕她身上的邪气挨到自己 苏锦打亮着赵曼的那张脸 近距离观察 倒是比手机上的照片 看得清晰多了 除了古相被改以外 这张脸也与赵曼十分地不符合 苏锦眯了眯眼 心中隐约有了答案 她脸色一沉 冷声道 元七 看好她 别让她跑了 赵曼一点也不慌张 丝毫不觉得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 会被发现 她虽然不知道 这些人是怎么找上她的 但她刚刚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痕迹 她可以肯定 就算这些人闯进去 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赵曼从容应对 我又没做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跑 倒是你们这些人 平白无故地闯进来 苏锦冷笑出声 自己做过什么事 心里没数吗 有些人 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苏锦直接走进去 在赵曼的主卧里走了一圈 赵敬脸上有些挂不住 小声询问 陆夫人 楚少爷 敢问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折腾那么久 她也没搞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值得陆夫人如此心事动众 楚琳张张嘴 却把要说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她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你女儿做了什么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她才不会把陆志宁的事情说漏嘴 楚琳没敢让陆母进房间 她小声说 姨母 这间卧室里全都是邪气 你先站在门外 话落 就见苏锦朝着陆母的方向看了过去 陆夫人等我一下 紧接着 苏锦甩出一道符 以飞快的速度 将这间卧室散出的邪气 收入符址之中 随后 符址自然 化为一团烟雾消散 楚琳眼前一亮 惊喜道 姨母 卧室里散出的邪气 被师父解决了 楚琳立马扶着陆夫人走进去 袁景紧随其后 赵曼的卧室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但这会儿那么多人都走进去了 赵景看了眼赵曼 也跟着走了进去 诺大的房间 因为突然进来不少人 骤然显得有些狭小 苏锦提醒道 你们站在那就行 袁七将赵曼请进去 赵曼目光冷冷地望着苏锦 她倒要看看 这个苏锦能搅出来什么风望 下一秒 赵曼就看到苏锦站在她的衣柜前 苏锦回过头 目光如炬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呢 赵曼笑了笑 算起来 我们还是表姐妹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倒是你 知道你现在在圈内的名声有多差劲吗 她见过苏锦的照片 平白多出来一个表姐妹 她自视会了解一下 而且圈内的小姐妹 也都同她八卦过苏锦的事迹 那么有名的小祸害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赵景笑意里透着优越 仿佛在她眼中 她可以碾压苏锦 第五十八章 我不许你伤害我的神像 苏锦抬起手 不急不许地打开衣柜 指着衣柜里的一个位置说 你之前一直都把邪物藏在这里 赵曼脸上的笑意僵了一下 很快又恢复自然 怪不得他们都说 你脑子不好使 现在看起来 确实精神有问题 那儿明明放着我的衣服 哪里有什么邪物 苏锦也不急 目光在卧室里又转了一圈 她往左边走了几步 随后在一副挂着的装饰画前停下 苏锦在赵曼惊讶的目光下 将装饰画拿开 顿时 一尊精致小巧的神像 显露在众人眼前 赵曼眼神灯时就变了 难不成这个苏锦 真的有什么本事 她抢先开口 我在卧室里放一尊神像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大张旗鼓地闯入我赵家 难道就为了找尊神像 还是说 你们已经编织好谎言 想好如何陷害我 回我名声了 这话一说出来 楚琳就不屑地呸了一声 陷害你 就你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旗鼓地陷害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宝贝啊 楚琳嫌弃得要命 真不知道赵曼哪里来的勇气 说出这些话 赵曼脸色变了又变 苏锦拿着那尊神像 看向赵静 她眼神清澈透亮 仿佛能看透人心 赵先生 你女儿的变化那么大 你就没发现一点异常吗 赵静神色一顿 自己的女儿变得优秀出众 她心里别提都开心了 至于那点小异常 自然算不上什么大事 只是此时此刻 直觉告诉赵静 这次怕事出了事 不然也不会引来陆夫人 她试图狡辩 女大十八变 我女儿又没整容 变得漂亮了 又能有什么异常 苏锦 你这分明是极度 苏锦摇头叹息 世人果真愚昧 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不顾及以后 她的目光重新落在赵曼身上 你为了自身的贪欲 而信奉一尊邪恶 可有曾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赵曼脸都快黑了 你胡说什么呢 这就是一尊神像 什么邪恶 什么贪欲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 你快把神像还我 她有些着急 似是想要从苏锦手中 抢回神像 却被元气阻拦 苏锦手持神像 冷声道 你竟然觉得她是神像 那我就让你看看 这里面究竟是藏了什么东西 话音一落 苏锦手一松 神像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赵曼惊呼出声 不要 她眼底飞快地染上杀意 下一秒 在场所有人 却看见那尊神像 落在地上 并无任何损坏的痕迹 不仅如此 那尊神像 竟像是有了意识般似的 突然从地上弹起 稳稳地朝着赵曼的方向飞去 赵曼连忙伸手 将神像抱到怀里 这一幕 看待了赵静 赵静连连后退 眼底满是惊恐 苏锦玩耳一笑 赵先生觉得 这东西还是神像吗 赵静一言不发 不敢吭声 他望着赵曼明显不太对劲的表情 心里满是恐慌 这时 赵曼抬起头 目光满含杀意地望着苏锦 我不许你伤害我的神像 苏锦择了一声 随手就是一道天雷符 天雷符落下 紫色的天雷 从赵曼上方披下 稳稳地披在 他怀里的神像上 咔嚓一声 神像碎裂 落在地面上 晚上还有一更 第59章 以写四邪物 时间约莫寂静了片刻 紧接着便是 除了赵曼以外的所有人 齐齐捂住口鼻 震惊而又嫌恶地 看着那尊神像 只见那破碎的神像之中 藏着一缕头发 头发用一张泛黄的符纸缠着 符纸之上 隐约可见朱砂会成的符咒 除此之外 里面还有一团黑红色的东西 发出难闻的腥臭味 令人作呜 赵曼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信奉的神像破碎 他眼神逐渐变得疯狂 你毁了我的神像 你毁了我的神像 赵曼发疯似的 想要朝着苏锦扑去 苏锦神色淡定 反手一张符 甩到赵曼身上 赵曼顿时被那张符定在原地 之前就说了 这是邪物 苏锦缓缓解释 也不想想 会有哪家正经神像放这些东西 苏锦捂着鼻子走过去瞧了一眼 虚于 他便对赵曼生出了几分敬佩之情 他扭过头去看赵曼 你也是个人才 竟然敢用鲜血供养邪物 楚琳凑过去 眨眨眼 满脸写着求解释 苏锦解释道 这种邪物 需要以自身鲜血供奉 不可间断 看这邪物的年头 怕是有好几年了 取一缕头发 在纸上写上生辰八字 再用禁术做符咒 将其裹在其中 最后将鲜血滴入神像之上 如此便相互绑定 邪物需要鲜血 而四主 则需要邪物为他达成心愿 苏锦说到最后叹了口气 这世上 总有很多人对某样东西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故生执念 而这邪物 便利用人类的执念 慢慢引人进入陷阱 从此成为邪物的四主 或者说 更像是邪物的奴隶 因为他们最后 会被邪物完完全全地掌控 最初 要的只是鲜血 再到后面 或许要四主 付出生命的代价 甚至是灵魂危机 楚琳似懂非懂 他抬头看向赵静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女儿做的好事 赵静猛了又猛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楚少爷 这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这世上 哪有这么多邪乎的事情 苏锦说的 未免太害人听闻了 他咬死了 不愿意承认 即便心中有疑惑 他依旧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依我看 这就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赵静边说边看向赵曼 小曼 你说是不是 赵曼没回话 他被符指定着 根本动弹不得 只有眼神能传递出他的愤怒 楚琳不禁冷笑 就你这态度 怪不得会得到一个富贵难久的结局 真是活该 赵静心中狠狠一颤 没错 老太太就是因为苏锦说的那八字真言 才当众撕破脸的 可那分明就是苏锦胡说八道 故意诅咒赵家 她眼神愤愤不平 楚琳懒得在搭理赵静 她走到苏锦身边 师父 你瞧瞧 我那倒霉表哥在哪呢 苏锦 我说了 今天要来拆房子 话音落下 苏锦看向元七 你带着人把这面墙拆了 记得注意力道 尤其是中间的位置 元七见识过苏锦的厉害之处 文言顿时秒懂苏锦的意思 他心中狠狠一震 这话的意思是说 陆少爷很可能在那堵墙里吗 元七压了压心神 走过去喊了几个人 他带来的人 立马训练有素的行动 赵静试图阻止 却被楚琳拽了一把 楚琳凶狠的威胁 我告诉你 你女儿赵曼 她绑架了我表哥 意图对我表哥行凶 她这种行为 别说是拆你一堵墙 就算是拆了你整个赵家 你又能如何 第59章 已写四邪物 赵静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 楚 楚少爷 她怎么可能绑架陆少爷呢 而且 赵曼也不像是陆之宁的对手吧 楚琳哼了一声 赵曼都能养邪物了 抓个陆之宁又算得了什么 苏锦目光默然地望着赵曼 你从一开始就错了 她挥了挥手 赵曼依旧不能动弹 却可以发出声音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赵曼眼底恨意 与疯狂交织 我信奉的不是什么邪物 我信奉的是神 至高无上的神 他可以满足我的一切愿望 我要变得漂亮 变得优秀 我用鲜血作为交换 神也达成了我的愿望 明明只差最后一步 我就能成为陆之宁最爱的人 都是因为你 是你坏了我的好事 若非赵曼不能动弹 怕是这会儿 都已经扑到苏锦身上 对他动手了 苏锦有些无语 不知悔改 明明事实就摆在这儿 他却不肯接受 苏锦懒得 在赵曼身上浪费时间 眼看着元七拆墙 快要拆到中间的位置 他皱了皱眉 等一下 元七等人停下动作 齐刷刷地望着苏锦 苏锦 你们力道还是有些大 花音落下 苏锦拿出一张黄纸 飞快地在纸上画符 扶成后 他甩到了墙面上 苏锦 你们都闪开 元七带着人后退 下一秒 就见剩下的半堵墙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往外破开了似的 墙砖纷纷倒下 只见墙体中 有一道人影 陆母一眼就认出了 陆知宁的模样 他慌忙冲过去大喊 知宁 楚琳上前帮忙 赵静在一旁 面如土色 整个人摇摇欲坠 他痛心疾首地望着赵曼 你 你这个逆女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他不知道赵曼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但陆知宁在赵家 这是他已经说不清了 陆家已再无可能放过他们 赵静只能把所有事情 全都推到赵曼身上 何况这件事 他本人也确实不知晓 赵静哭哭啼啼地在那解释 可惜 在场的人 没一个人搭理他 赵曼忍无可忍 打断赵静的哭诉 我做的这些 难道不都是 你希望看到的吗 你希望我变漂亮变优秀 拥有一大批追求者 更希望 我可以巴结上陆知宁 从此带着赵家 一路飞黄腾达 现在出了事 你竟然把所有事情 推到我身上 就算我是真凶 你也是推波助澜的那个 赵静一时雨色 苏锦这会儿 已经进入了看戏状态 事情办完了 也该吃瓜了 他抽空看了眼陆知宁 他道 他没什么事 等会儿就该醒了 陆母擦了擦眼泪 连连道歉 就在这时 苏锦目光忽得锐利 原本在邪雾中的 黑红色一团东西 这时 竟是有了灵性一般 试图逃跑 却在逃到窗口的时候 被苏锦的符指控制住 第六十章 赵曼事件 不过冰山一角 苏锦望着 想要挣扎逃跑的邪雾 精致的小脸变不寒意 竟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那他就送他一个烟消云散吧 一道符打过去 那团黑红色的邪雾 发出一道凄厉的叫声 很快 他与符指化作一抹烟灰 风一吹 四散开来 仿佛从不曾出现过 随着邪雾彻底消散 只见赵曼突然口中一出鲜血 苏锦默然地看着这一幕 他将赵曼身上的符指取下 赵曼顿时 就像是失了所有生机一般 倒在地面上 原本精神异异的赵曼 此刻憔悴了不少 赵曼试图对苏锦动手 可惜 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苏锦 你供奉的是邪雾 邪雾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奴隶 手下留情 若我没猜错 你应当向邪雾许了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让陆志宁爱上你 另一个便是在我带人出现的时候 你希望邪雾帮你把陆志宁藏起来 赵曼眼神闪了闪 没有反驳 苏锦全都说对了 他不知道 苏锦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道法 他只知道 是苏锦毁了他的一切 总有一天 他要报复苏锦 苏锦望着赵曼的模样 继续说 你没机会报复我了 你接连许下两个愿望 且想要迫切达成 付出的应当不只是鲜血的代价 从前 他要变漂亮变优秀 都是由时间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成 而这次 赵曼明显是过于急切 想要快速达成心愿 如此情况 怕是赵曼还许了邪雾别的东西 比如 灵魂 赵曼心肩呼的一颤 他费力地抬头看了看苏锦 那一眼 苏锦清晰地看到了赵曼原本的面相 邪雾被毁 赵曼的那张脸 也留不住了 虎毛皮 苏锦不疾不虚地 从赵曼房间里拿了面镜子 然后放到赵曼眼前 你自己看看 这才是你真正的容貌 算不上经验 但长得也不丑 却偏偏 为了容貌做出这种事情 赵曼一眼就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顿时发了风势地 胡乱拍打着 拿走拿走 这不是我的脸 不是 他颜值经验 容貌极佳 那张平平无奇的脸 怎么会是他的 都怪苏锦 都是苏锦 这个祸害 坏了他的好事 苏锦把镜子放在地上 淡然道 接下来的时间 你会感受到 邪恶带给你的反噬 容貌变成本来模样 只是开始 话落 苏锦抬脚离开 楚琳等人立马跟上 陆之宁还未睁眼 元气带着的人 直接把他抬走了 陆母跟在一旁 眼底闪着担忧 至于远景 当了许久背景版的远景 眼神凉薄地望了眼照镜 赵家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陆母上车的时候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轻声问道 苏冠主 我有个请求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苏锦一眼就看出陆母的意思 你是想带着陆少爷 在苏家接触几天吗 陆母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不太敢带着陆之宁回酒店 若是能住在苏冠主的玄亲冠旁边 想来是极好的 这样一来 苏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第六十章 赵曼事件不过冰山一角 苏锦略微沉思 倒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要先问问瑶瑶 一直没出生的远景 终于有了机会 他出生道 不用那么麻烦 陆夫人带着陆之宁 住在我那里也一样 他与苏家正对门 苏家与他那儿都很安全 闻言 陆夫人感激地看了看远景 多谢三爷 如此便叨扰三爷几天了 他倒是没想到 三爷会主动开口 他还以为三爷不喜别人打扰 远景神色正重 毕竟陆之宁也算是我朋友 陆家与原家交情还是很深的 他还不至于在这种结果眼 冷眼旁观 当然 他这也算是给苏锦分担一些事 事情愉快地定了下来 苏锦也很开心 今天做了那么多的事 又是一大笔小钱钱进账 苏锦与原景一起上了车 楚琳见此也跟着凑了上去 然后他就被袁三爷 冷冷地瞪了一眼 楚琳很是茫然 原景 你表哥还没醒 你难道不应该好好照顾着他吗 楚琳点点头 默默地下了车 去上了后面的一辆车 哎 他这个当表弟的 考虑很是不周全 多亏了袁三爷提点 姨母正担忧地陪着表哥 他也在一旁陪着 才是正确的选择 此时 原景也算是满意了不少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独处的机会 原景害怕 苏锦像上次一样 一到车上倒头就睡 他连忙找了个话题 阿景 我对赵小姐信奉的邪恶有些好奇 你能不能说一说 苏锦一听这话 顿时语重心长地跟他分析 原景 你要知道 信奉邪恶必遭反噬 原景配合地点点头 苏锦续说 赵曼信奉的邪恶 虽然已经被我灭了 但他早已经与邪恶达成了交易 若我没猜错 他的一魂一魄将会消失 赵曼与邪恶的交易 并不会因为邪恶的消失而取消 原景有些惊讶 但这世界上 不管是谁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赵曼自己做死 怨不了别人 原景又问了一句 那这邪恶 可算是除掉了 应当不会再害别人了吧 苏锦沉默片刻 过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道 我只是除掉了赵曼养的邪恶 原景心间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你的意思是 苏锦点头 这种东西 除了赵曼以外 应当还有别的人在养 赵曼只是被选中的其中一人而已 只要心底有贪欲 成执念 便都有可能被邪恶盯上 祖师爷不建议他管这件事 便是因为 这事的背后牵涉太多 这次的赵曼事件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在他窥探不到的情况下 说不定正有一个秘密组织 在悄悄进行着更大的阴谋 毕竟 谁不想让自己的心愿 轻轻松松达成呢 苏锦握了握拳头 既然他处理了赵曼事件 那么总有一天 他会剿灭邪物的老巢 他倒要看看 背后的老巢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61章 又要来生意了 远景狠狠皱眉 他不希望苏锦遇到危险 如果说这件事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阴谋 他更希望 苏锦可以好好的 他试探着询问 从赵曼身上 能否追查到其他宗警 苏锦摇头 这些邪物都是单独的存在 没什么特别的联系 就好比那一尊所谓的神像 即便去追查他的来源 怕是也什么都追查不到 但是很多事情既然出现了 那么终有一天 会露出马脚 远景沉默了许久 苏锦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哎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不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邪物 就不会有危险 远景 他担心的是这个吗 他担心的是他这个人 远景深深地望着苏锦 罢了 他不开窍 他能怎么办 就算现在说出来 估计也只会吓到他 远景开口转移了话题 阿景可以想一想这次的费用 等陆之宁醒来了 应该问他要多少才合适 苏锦立马来了精神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次花费了不少的福祉呢 而且他还来回跑了好几趟 必须得加钱 苏锦精致的小脸满是灵动活泼 远景眼底一出几分笑意 如果真的不能让阿景看上他 那以后 他或许可以试着 用他原家的财产拐跑阿景 一行人回了远景的别墅 陆之宁被放到客厅的沙发上 陆母见他还没醒来 心里有些着急 他眼巴巴地看向苏锦 苏锦瞄懂 袁七去到杯凉水 虚语 袁七端着杯凉水过来了 苏锦看了眼昏着的陆之宁 他走过去 一杯凉水 直接泼在了陆之宁的脸上 动作直接 而又丝毫不温柔 在场几人 陆母 苏关主做事果然不同反响 紧接着 就见沙发上的陆之宁悠悠转醒 他嘴里还呢喃着 下雨了 下雨了 陆之宁睁眼瞧见近距离的楚灵 二话不说 直接抱住了楚灵 我又做了个噩梦 见此 陆母松了口气 苏关主的道法实在是太高深了 一定要让楚灵好好学习 楚灵眼神治了片刻 他摸了摸陆之宁的脑袋 你说说 你做了什么噩梦 好让我快乐一下下 陆之宁松开楚灵 瞧见陆母也在他跟前 他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又梦见自己被个女的看上了 然后他把我抓了起来 想迷惑 我抵死不从 结果他就想来狠的 说到这儿 陆之宁更不好意思了 那个梦做得太真实 稍微回忆一下 陆之宁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梦里面 那女人见迷惑不成 便想生米煮成熟饭 好在他机智过人 随手朝他甩了张天雷福 把那人吓得连连后退 没再对他动手 后来 他又开始想其他办法 他还看见那女的 对着一尊神像许愿 还往神像上面滴血 那玩意一看 就不是个正经神像 而且那些鲜血 还都被吸收了 再然后 他就开始浑浑噩噩 脑袋刮也不是那么的清晰 就像是一团乱麻 将他困在其中 他费力地挣扎 最后不省人事 什么也不知道了 陆之宁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吓死人了 我得压压惊 话音落下 陆之宁忽然察觉 有什么不对劲 第六十一章 又要来生意了 他抬头看了看楚灵 再看看眼睛红肿的陆母 明显是哭过的样子 他脑袋里恍惚有什么东西 啪的一声炸开 陆之宁四处扫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了 苏锦还有袁锦 好家伙 人都到齐了 顿时 陆之宁回过未来了 他颤颤巍巍地蹦出来一句话 那个梦 该不会不是梦吧 楚灵给了他一个 你自己体会的眼神 陆母叹息一声 这次的事情 还要好好谢谢苏关主 苏关主又救了你一次 陆之宁的脸 直接就垮了下来 他的命是不是太苦了一些 他捂着脸恍惚了几秒钟 苏关主 那个缠着我的是什么东西 赵曼 赵家的小姐 他看上你了 苏锦平静地说道 放心 事情已经解决了 如果你想知道过程 可以让楚灵跟你说一遍 陆之宁神色依旧恍惚 已经解决了 那他放心了 还好他没有失神 赵曼 赵家的那个小姐吗 怪不得他觉得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 原来是在赵家见过一面 这么想着 陆之宁又从身上翻出符纸 天雷符已经被他使用过了 原本的护身符 上面的朱砂也褪色了 一看就是为他挡了一下灾 楚灵也跟着感慨 还好你身上的符纸多 不然你怕是不能完整回来了 陆之宁话听着是好话 可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 至于楚灵送他的那道符 倒是暂时没用到 乍然间 陆之宁想到了 他离开苏家时 苏锦还有楚灵奇奇怪怪的态度 陆之宁又是狠狠一惊 卧槽 原来那时候 苏关主就已经对他做出了提醒 是他没有听明白其中的意思 陆之宁拍了拍自己的脸 竟然智商下降了 一定是因为 跟楚灵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 他的智商被传染了 他眼神有些哀怨地看向楚灵 楚灵立马跟他拉开距离 言辞郑重地与他撇开关系 别以为你这样看着我 就能让我心疼 我师父为了救你 那可是 花了很多的力气 还有福祉 不要以为你是我表哥 你就能让我师父给你打折 陆之宁 苏锦对楚灵的反应很是满意 他给了楚灵一个赞赏的眼神 很好 如此可教掖 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已经把握住了他们玄清观的精髓 他也跟着 看向陆之宁 陆少爷 不要跟我谈感情 伤钱 我们玄清观还在发展出气 不打折 陆之宁一言难尽地点点头 嗯 不打折 他也没想谈打折 他就是有点心酸而已 楚灵开始在他耳边 避避苏锦大战邪恶的事情 陆之宁越听 心情越复杂 他对美色真的没什么兴趣 他一心只想搞事业 当个万年单身狗 为何总是让他遇见这些烂桃花 他单身 他招谁惹谁了 他单身他快乐 陆之宁心酸地要命 旁边的陆母 却是在这时皱着眉 他忍不住抱怨 你父亲和你二叔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出了事 我一直联系不到他们 就连他们身边的助理 我也联系不到 真是急死人了 刚松口气的陆之宁 苏锦黑白分明的眼睛 迸发出一抹光亮 又要来生意了 第62章 陆家多灾多难 苏锦这会儿 看着陆之宁的目光 都变得温柔了些许 陆之宁被他的眼神瞧着 心口狠狠一颤 下意识缩了缩身子 却见苏锦朝他走过来 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陆少爷 你要不要考虑成为 我玄清观的至尊会员呢 陆之宁没来由的后背一凉 连带着声音 都开始结结巴巴 苏 苏苏罐主 我这桃花节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他现在算是发现了 苏关主这模样 绝对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说好的大富大贵呢 苏锦神色认真 你的桃花节 确实已经过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 你也没什么别的问题 但是 我还是建议你 成为我玄清观的至尊会员 成为会员以后 回头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咨询我 而且 我还可以给你打个九五折 原本呢 他玄清观 是没有至尊会员这种说法的 但这陆家的事吧 我也是是太多了 总是逮着陆家薅羊毛 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所以 勉为其难地 给他们打个折吧 哎 一想到他跟陆家 还有合作的机会 就挺开心 陆之宁颤颤颤巍微地问道 多少钱 苏锦一本正经地伸出两根手指 陆之宁 两千万 苏锦眨了眨眼 认真地跟陆之宁解释 你这次的事 比上次的费用要多一些 花了我不少的福祉 费用一千五百万 至尊会员一年制 一口价五百万 陆之宁 这个价钱倒是还好 但他瞧着苏锦的小眼神 总感觉自己像一只大肥羊 而且是 即将被轰突的那一只 苏锦继续说 放心 会员费这种事 不会坑你 在这一年内 除了可以咨询我 以及后续打九五折以外 我还会为陆家免费 提供各种福祉使用 苏锦不解释还好 听他这么一解释 陆之宁更慌了 难道这一年内 陆家还会出什么事 不等陆之宁开口 陆夫人已经走了过来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卡 递给苏锦 苏关主 这里有三千万 会员费我先交三年 苏锦脸上一出笑意 这陆夫人 伪实大方 只不过 苏锦没有伸手去接 陆夫人 陆家的会员费 交一年就可以了 不需要三年 这个暗示 可谓是十分明显 陆夫人挣了片刻 脸上的担忧 也少了些许 苏关主 那多余的一千万 就算是我陆家 给祖师爷的香油钱 苏锦顿时笑颜如花 她伸手接过卡 温柔地拉着陆夫人的手 夫人 跟我一起 给祖师爷上支箱吧 走了两步 苏锦回头看向陆之宁 陆少爷也来走一趟吧 闻言 陆之宁立马爬起来 跟过去 楚琳抓了抓头发 跟在后面 几人一起去了玄清观 苏锦先是上了三支箱 跟祖师爷简单地 说了一下情况 随后 她又让陆夫人上香 果不其然 陆夫人的那三支箱 烧得很旺 正如苏锦初见时 就说过的那句话一样 陆夫人面相极好 余生安稳富贵 这一生没什么劫难 如今 又得祖师爷庇佑 只会更顺利 至于陆之宁 苏锦微微叹气 罢了 以后就算有什么事 她也能解决 上完香 苏锦望向陆夫人 麻烦夫人给一下 陆先生的名字 以及生辰八字 第六十二章 陆家多灾多难 陆夫人一正 再想想 这两天 她一直心绪不宁 陆昭一回去以后 也没什么消息传回来 而且今天陆之宁出事 她也联系不到他们 她当时就慌了神 苏关主 难道我先生 苏锦拍了拍陆夫人的手背 莫慌 慢慢说 我先生叫陆昭和 她的生辰是 虚余于 苏锦根据陆昭和的 生辰八字 测散了一下 她小脸平静 这陆家 果然是多灾多难 陆夫人安心 陆先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闻言 陆夫人心间狠狠一颤 暂无生命危险 就是说 已经出了事 陆夫人急匆匆地 给陆家老爷子 打电话询问情况 老爷子叹气回他 我已经吩咐了 手底下的人 不要告诉你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昭和跟昭义那边 暂时失去了联系 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夫人打断 昭和的事 是上次帮了昭义的 苏关主算出来的 你就别瞒我了 陆老爷子顿了顿 便把事情说了一遍 陆昭义和陆之宁 在清城发生那样的事情以后 陆昭和便开始着手 调查之前那个假大师的情况 好不容易查到情况 陆昭和担心 手底下的人办事不力 错过细节 便亲自带着人去了一趟 陆昭义赶回去以后 也跟着过去了 再然后 就是两人连带着 一起去的保镖琪琪 失去了联系 老爷子忧心不已 得知情况以后 又派去了一些人 不曾想 凡是派出去的 没一个能联系上 今天早上的时候 老爷子已经在联系 认识的大师帮忙了 陆家在京城的人脉 还是有不少的 很快就联系到了几个大师 他们已经出发 去往出世地点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陆夫人挂了电话 红着眼眶去看苏锦 陆之宁意识满脸担忧 苏关主 我爸也是遇见了 这种邪乎的事吗 苏锦点头 从挂项来看 的确是这样 而且有一点 他没有说 那位陆先生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不代表 接下来的时间 依然没有生命危险 毕竟很多时候 外在因素 能改变不少的事件 他没有看到 陆先生的面相 只能从生辰八字来推算 但若是陆昭和的 生命轨迹之中 有一点点的变动 或许就会变成 另一个结果 这一次的劫难 对于陆先生来说 算得上 是一场不小的劫难了 苏锦看向陆之宁 你收拾一下 我们明天早上 启程出发 我亲自去一趟 他又看向楚灵 你也留下来 照顾陆夫人 以及看着玄清观 楚灵有些小忧伤 好吧 我都听师父的 师父让他留下来 那他就留下来 再次被忽视的远景 他觉得 他应该主动一些 阿姐 我跟你一起去 苏锦略做思索 好 他之前就说过 远景最好跟他待在一起 这一次的事 他要去外地 万一远景有事 他一时半会儿 还真赶不回来 第六十三章 西潭村 苏锦三言两语 将事情定了下来 行了 回去该休息就休息 明天一早出发 陆志宁本想问一句 为什么不今晚出发 但他想了想 苏锦的厉害之处 他没问出声 他觉得 时间定在明天早上 一定有苏关主的用意 苏锦转头 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将符纸诛纱拿了出来 这次的是 凶不凶险地先不说 他得先准备一些符 有备无患 陆志宁和陆夫人 往对面的别墅走去的时候 陆志宁心底有些诧异 他多看了眼远景 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远景一开口 苏锦转会那么轻易地同意 他总觉得 这两人有什么事瞒着他 但他不敢问 陆母仍旧有些担忧 他低声嘱咐 知宁 你明天跟苏关主一起出发 切记不要乱跑 好好跟在苏关主身边 好 陆志宁应声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们好好地带回来 陆母脸上的忧愁 依旧没能减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陆家近年来 多灾多难 总是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若不是 遇见了苏关主 他都无法想象 陆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次日 苏锦空着两只 手下了楼 一切从简 看起来就像是什么也没带的样子 姚悦有些担心地叙道了几句 苏正光绷着的那张脸上 写满了不赞同 阿锦 你好生生的旅程没有 在家待着不好吗 万一跑出去 被人坑骗了 可如何是好 苏锦看了眼苏正光 除了我以外 还有袁景 陆志宁陪同 你不需要担心 苏正光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起去 他才更加担心 陆志宁跟袁三爷 都不是什么能招惹的人物 陆家还好一些 好歹他也见了几次 可这袁三爷 那可是一尊大佛 苏正光想了一夜 还是觉得不靠谱 他上前一步 就要继续避避 冷不防 被摇曳狠狠拽了一把 你别耽误阿锦的誓言 苏正光 他还想说些什么 可惜这会儿 陆志宁和袁景走了过来 在这两人的目光下 苏正光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眼神里满是担忧 袁景离开时 跟苏正光多说了一句 苏先生放心 阿锦不会有事 你全当他去旅游就行 苏正光眼底满是不舍 而行千里负担忧 叫他如何不挂念 苏正跟楚琳交代了几句 平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便上了袁景的车 陆志宁很有眼色地 去了副驾驶的座位 把后面的位置留给了袁景 不过 当陆志宁注意到 苏正什么也没带的时候 他诧异地询问 苏关主 你的行李呢 苏正神色淡定 行李在我身上 他边说边拿出一个 巴掌大的精致荷包 荷包上绣着玄清两个字 陆志宁沉默了片刻 这么小的荷包 还能装行列 难道 这是传说中的百宝袋 苏正歪头想了想 他的空间符陆志宁 似乎没见过 他拿出两道空间符 递给陆志宁 还有袁景两人 随后 在他们两人的面前 演示了一下空间符的用法 陆志宁 原谅他见识少 第六十三章 西潭村 若不是场合不太合适 他真的很想惊呼一声 卧槽 苏冠主不愧是苏冠主 这空间符 对于出行的人来说 简直太方便了 就连开车的袁七 也忍不住小声补充了一句 苏冠主 我可以申请一道空间符吗 他也想要呢 苏景没眼弯弯 可以啊 不过一道空间符五百块 我的符值涨价了 可以可以 我等会儿 就把钱转给你 袁七乐得不行 一道符五百块 十分划算 要不是因为在开车 他都想直接上手 体验一下空间符 这空间符的妙处 简直太大了 袁景拿着符 呼得出声 到家也会研究这类符质吗 苏景解释道 这是我自己 闲着没事的时候 研究出来的 我除了空间符 还研究了别的符质 上次在酒店里 卖给楚琳的符 也是我研究出来的 原本到门里 只有传音符 但是 既然都能传音了 为什么不能传个画面呢 然后就有了 他的进阶版传音符 哦 他的进阶版传音符 还没有取名字 不然就叫传画符吧 简单好记 文言 袁景陷入良久的沉思之中 或许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说的这些 有多么的惊人 何止是盗门天才 简直就是金氏奇才 年纪轻轻 就能自己研究出符质 这是何等奇才 现在盗门中人 连会画符的年轻人 都找不到多少 苏景没注意 袁景的情绪变化 他从他的小荷包里 拿出了一张地图 陆少爷 陆之宁连忙道 苏关主 你还是喊我陆之宁吧 总喊他陆少爷 显得两人怪陌生 好 陆之宁 苏景没多想 名字就是一个代号而已 苏景问道 我们这次的去的地方 是雪城的一个小村庄 你可知晓具体地点 陆之宁立马回答 知道 昨晚我母亲 已经跟我家老爷子说了 你会亲自过去 老爷子发来了具体地址 我们这趟出行先到机场 到达雪城以后 再开车去往西滩村 说起来这西滩村 我昨晚查了一下 竟然什么资料都没查到 也不知道我父亲跟二叔 是怎么想的 往那么偏僻的地方去找人 陆之宁叹息了一声 虽说追查那个骗子大师的事情 很重要 但从已知的情况来看 那个骗子大师 要么背后有人 要么他自己就是个厉害人物 不管哪种可能 对他们来说 都有很大的未知危险 那俩人也是 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竟是还能找了到 呼得 陆之宁又想起来一件事 对了 苏关主 有件事说起来 可能有些不好意思 苏景 你说 陆之宁 我家老爷子 在你知道这事之前 就已经找了不少大师 我估计等 我们到西滩村的时候 可能还会遇见别的道门中人 苏景精致的小脸 顿时崩了起来 那我跑这一趟的费用呢 会减少吗 苏景直勾勾的 盯着陆之宁 陆之宁见他的关注点在前上面 急忙解释 放心 费用不会少 我母亲亲里去的西滩村 这笔钱由我母亲来劫青 苏关主不必在意老爷子那边 不管事情如何 钱一分不少 苏景拍了拍小胸脯 还好还好 吓他一跳 只要不影响他的小钱钱就行 第64章 又一小道士 苏景几人到达雪城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陆之宁脸色不太好看 雪城这个地方有些偏远 就连飞机也不是直接到达的雪城 而是停在了雪城的灵室 好在远景提前让人准备好了一切 下了飞机以后 元七又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才从隔壁城市来到了雪城 只是 想要到西滩村 差不多还得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陆之宁吹着凉风 颇为感慨地嘀咕了一句 这小坡地方 怎么连跟路都齐去的要命 坐得他都快晕车了 远景没搭理他 倒是苏景看了他一眼 有些嫌弃地说道 你身体好像不太行 你看远景 他都没什么事 都是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陆之宁看向远景 瞧见远景隐忍的脸色 他没忍住低笑了一声 罢了 看在三爷忍得那么辛苦的份上 他就不拆穿了 陆之宁默默地转移了话题 他道 苏关主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吃顿饭 这雪城这么偏僻 更何况是西滩村 只不定等会儿到了西滩村 连个吃的地方都找不到 苏景点点头 你说得有道理 他们早上吃了顿早饭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元七在来之前做过一份攻略 雪城平价稍微好一些的餐厅 离这还有些距离 大概二十多分钟 话音刚落 陆之宁打断元七的话 指着一家门店的方向 元七 我们直接去那里吃饭 元七没音声 目光投向远景的方向 元景转看向苏景 似是在等着苏景做决定 苏景 可以 不过 等会儿我们分开去那家店 我自己一个人先进去 你们等几分钟再过去 装作不认识 知道吗 好 元景音声 紧接着 苏景下了车 一个人先一步去了那家门店 苏景一进门就要了份馄饨 和平时的那些客人 没什么区别 倒是因为长得漂亮 惹得老板多看了两眼 姑娘是本地人吗 苏景和善一笑 不是本地人 我亲戚在这儿 这时 不大的馄饨店里 又走进来两个人 老板 两份速馄饨 年轻男子领着个小少年 找了张桌子坐下 老板见来了生意 也没再与苏景搭话 开始忙碌生意 苏景淡淡瞥了一眼 唇角一出一抹笑意 小少年看起来很眼熟呢 只不过 这次没穿倒是服 看来 这次的西潭村 确实引来了不少悬门中人 苏景要的小馄饨 很快就端了上来 浓郁的香气 立马溢了出来 小道士一闻到香气 立马朝着苏景的方向看过去 只一眼 小道士连忙拽了拽男子的衣服 大师兄 方知鹤偏头看他 直接冷声道 速馄饨也一样 小道士撇撇嘴 不是馄饨的是 那位漂亮姑娘 话还没说完 方知鹤沉了脸 人家姑娘长得漂不漂亮 跟你有什么关系 整天不好好学习功课 小小年纪脑袋里面 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小道士 他要说的是 那位漂亮姑娘 就是上次拿福祉 跟他换香的人 但是 大师兄不给他说完的机会 第六十四章 又遇小道士 小道士在心底叹口气 罢了 就这样吧 大师兄不想听 他能有什么办法 须于 两碗速馄饨端了上来 小道士一瞧见速馄饨 立马就把这事抛到了脑后 在外面特意等了几分钟的 袁警和陆之宁 也缓缓走了进来 只不过 他们两人的气场 明显跟普通人不一样 两人浑身上下 都透着精致与贵气 袁警一进馄饨店 老板脑海里 便一出了四个字 蓬毙生辉 这二位一看就是大人物 比电视里的那些明星 还要好看 老板急匆匆地上前 拿了纸巾 又擦了遍桌子椅子 二位请坐 跟在后面被忽视的元妻 默默坐在了另一桌 他可不敢跟三爷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陆之宁手一挥 气势十足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 最贵都端上来 老板沉默了片刻 我们店里最好的就是馄饨 最贵的还是馄饨 他这店 就是个馄饨店 陆之宁轻咳两声 有些尴尬 那就三碗馄饨 好嘞 老板转身离开 陆之宁小声嘀咕 三 三爷 小店有烟火器 咱们偶尔也要接个地气嘛 远景没吭声 不动声色地瞧了眼苏锦的方向 小姑娘正吃着碗里的馄饨 似是很美味 阿锦喜欢的东西 他也应该试着喜欢 没多久 老板端了馄饨过来 先是放到了远景面前 随后又端给陆之宁 其次才端给了旁边的元妻 不得不说 这老板看人的本事 还是挺厉害的 陆之宁冲着老板招了招手 老板 跟你打听个事 老板态度不错 您问 陆之宁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西潭村 话音落下 态度不错的老板 立马就变了个脸色 这馄饨凉了 可就不好吃了 您先吃 这强行转移话题的模样 更是令人生意 苏锦抬头给陆之宁舌的眼色 另一桌的方之鹤 也朝着老板的方向看去 一时之间不大的小店 因为西潭村三个字 气氛略显诡异 过了一会儿 陆之宁朝着老板招了招手 他从钱包里 拿出一达现金拍在桌子上 老板 这副态度 引得陆之宁越发好奇 这西潭村 到底有什么秘密 钱都放在这儿了 老板竟然仍旧不愿意说出口 袁锦漠然的目光 落在了元七身上 元七直接拿出两达现金 放在桌面上 老板 他喊了一声 这一达现金是一万块 老板不松口 他便继续砸钱 一连拿出了五万块 老板的脸色终于绷不住了 各位爷 真不是我不愿意说 实在是这西潭村 没法说啊 见此 元七拿了五万块 就要往回放 他叹口气 最后下定了决心似的 神神秘密地跟元景说道 这西潭村 有去无回 第六十五章 步步杀招 陆之宁听到老板说这几个字 立马打起了精神 麻烦老板详细说说 这有去无回四个字 好处自是少不了你的 老板深深叹了口气 又看一眼那几万块钱 然后低声继续说 西潭村邪门得很 那是个荒废的村子 早在多年前就没人居住了 前几年 时不时地还有一些胆大的 想探险的年轻人 可这些人 只要一进西潭村 便再没了消息 怎么都联系不上 待过个十天半夜 这些人的尸体 便会出现在西潭村村前 从那之后啊 西潭村就被封了 不允许人进去 老板说完 有些后怕的缓了缓神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老板又补充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事 就是晚上偶有路过西潭村的人 都会听到村里面 传出来哭声和哀嚎声 陆之宁不赞同地嘀咕了一句 许是听错了吧 老板摆摆手 不不不 就在晚上的时候 往西潭村的方向走进了几步 然后那些人全都听到了哭声 不仅如此 领头的那个人 就像是着了鞋似的 红着眼往西潭村的方向奔去 要不是有人眼急手快 把他打昏扛起来 怕事就完了 老板边说边拢了拢身上的衣服 陆之宁笑了笑 我说老板你这人 该不会是故意编故事骗我吧 这事说得未免太邪乎 老板哼了一声 谁骗你啊 自那以后 本地人对西潭村 都是避之不及 要不是因为你钱给的多 我才不会说这些密文呢 密文 陆之宁满脸写着不相信 这种事都是道听途说 一传时时传百 传着传着 有些事就变味了 文言 老板急忙解释 不是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时那个领头的 是我媳妇她亲弟弟 回来以后 还病了好长时间 老板话音刚落 就见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 女人拎着不少的新鲜青菜 他狠狠瞪了眼老板 显然是听到老板说的最后那句话了 一时之间 小店里氛围有些诡异 陆之宁一见老板这副模样 琢磨着这位估计就是老板娘 他刚开口 就听到老板娘出声感人 几位爷一看 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我这妙小 装不下大福 您二位 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陆之宁瞥了眼元妻 元妻立马把钱递给老板娘 谁料 老板娘看也没看一眼 有的钱 我拿了心里不安生 话说得如此明白 陆之宁也不好再待下去 远景留了一百块 当作是馄饨的钱 直接起身离开 老板娘转身就去了后面 教训那位话多的老板 一席间 几人还能听到老板娘的骂声 苏锦不疾不虚地吃完馄饨 淡定地站起身 老板娘出来的时候 正要问苏锦结账 却听苏锦淡定地说 哦 我跟刚才那几位是一起的 四碗馄饨也用不了一百块 剩下的钱就不用找了 老板娘 你这小姑娘长得如此漂亮 是怎么说出 如此丧心病狂的话来的 老板娘还没回过神 就听旁边的小道士脆声声道 老板娘 我跟这个漂亮姑娘认识 剩下的钱都给我上馄饨 老板娘 方之鹤放下勺子 抬手就去揪他耳朵 方之涵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被揪耳朵的小道士连忙改口 给我师兄也来一晚 第六十五章 步步杀招 老板娘顿时气地脸色发黑 就一百块 还想几个人一起耗馄饨 他望着方之鹤的眼神都变了 他进来的时候 这几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交流 就连穿衣打扮风格 也看得出不是同路人 他们明显不是一起的 为了几碗馄饨 怎么好意思说认识 好好的一个大帅哥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方之鹤眼神微闪 有些尴尬的结了账 拎着小道士匆忙离开 被拎走的小道士 呜呜地流下眼泪 师兄 我的馄饨还没上呢 方之鹤叹了叹气 就算你想吃馄饨 也不能说自己跟人家认识 师父是怎么教导的 你怎么能说谎呢 小道士听到自己被误解 急忙解释 不是啊大师兄 我真的认识那个姑娘 我上次跟你说的 拿福祉换乡的漂亮姑娘 就是刚才那位 方之鹤脚步一顿 抬头四处寻找时 那位姑娘已经不见了身影 方之鹤忍不住皱眉 所以那位姑娘 难道也是为了 西潭村的事而来的吗 可是瞧起来 他并不像是悬门中人 在想到刚刚打听 西潭村的那两个男人 气质轻贵无双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看来这次 西潭村之行 要比他想象中还要复杂 他低头看了看 不知害怕为何物的小师弟 有些悔意生出 或许 他不应该把小师弟带来 方之鹤又气又郁闷 恨不得直接把人扔一遍 苏锦利落地上车 说出自己的看法 从那位老板给出来的信息 可以得知 陆先生应当是被算计了 陆知宁 此话怎讲 苏锦 西潭村情况如此危险 就算那个假大师 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也不可能这妖巧合地 躲到西潭村 只可能是有人 故意引陆先生进西潭村 西潭村的情况 目前尚不明朗 但可以了解到 凡是进入西潭村的人 想出来都不是那么简单 这招可以杀人于无形 是步步杀招 一计不成 再生二计 陆知宁没出事 转头就给陆昭和下了套 陆知宁心口一颤 有些担忧 我父亲跟我二叔 该不会出事吧 苏锦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 其他的 不好说 我们先去西潭村 看看具体情况 元七连忙按照导航出发 第66章 从没听说过 道门有玄清观 一个多小时后 苏锦几人 在即将抵达西潭村的时候 被拦了下来 小路上设着路障 不与通行 应当就是那位老板 之前提过的 西潭村在接连出事以后 不再让任何人进入 很快 有个男人走过来 敲了敲他们的车窗 先生请绕道 前方不与通行 元七偏头看向陆知宁 陆先生出了事 那么老爷子这几天 肯定跟这边的人 打过招呼了 陆知宁直接道 我们是陆家派来的人 那人危证几秒钟 便指了指令一个方向 陆家请过来的人 都在那边 陆知宁没吭声 转头看向苏锦 苏锦 可以去看看 现在是什么情况 花音落下 元七便朝着 那人指的方向开过去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便看到了 不远处的空地上 搭满了简易帐篷 很明显 这些人 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晚 陆知宁和苏锦下车的时候 就瞧见 有好几个人在收拾东西 陆知宁忍不住皱眉 他走过去 抓了一个穿着道士服的 中年男人询问 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中年男人愁眉苦脸 在下道横上前 西潭村的事 我没那个能力解决 还是不要 留在这里添乱了 他说完这话 便急匆匆离开 走的时候 还劝了陆知宁一句 你也快点离开 不要趟这趟浑水 虽然陆家给的酬金不少 可这钱 就怕有命拿没命花 万一折在这儿 命都没了 还谈什么酬金 再多的酬金都没用 中年男人跑得飞快 随着他的离开 其他人也纷纷跟了上去 一时之间 空了不少的人 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人 陆知宁望过去 正好看到一个 蹲在地上无精打采的熟人 那是陆昭和身边的助理 陆知宁急匆匆走过去 小韩 这里现在是怎么回事 小韩听到熟悉的声音 一抬头就看到了陆知宁 他眼眶发红 紧张而又担心地说道 少爷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快回去 离这儿越远越好 陆知宁安抚了一下 别慌 先说说这些人的情况 小韩深深叹口气 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昨天到这儿的 老爷子让我跟他们一起来这儿 有事可以及时汇报 原本这些大师都说自己很厉害 有着各种本领 还为了谁先进西潭村吵了一架 最后定下来了几位稍有辈分的大师 那几人一起进了西潭村 却不想 一去就是一下午 到了晚上也没出来 不仅如此 晚上的时候 西潭村还传来了淒厉的哭声 闹得人心惶惶 别的人不敢再有行动 各种猜测的都有 目前距离那几位大师离开的时间 已经过去整整一天了 有些胆小的 不敢继续留下 都在找借口离开 少爷 这是真的很棘手 你还是回去吧 陆之宁没吭声 偏头就去看苏锦 苏关主 您觉得这次的事容易解决吗 苏锦站在原地看了看周围 还行吧 应该没什么太大难度 不是他自信 也不是他吹牛 实在是那几个卷铺盖跑走的大师 一看就没什么道行 这种没什么道行的大师 走就走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第66章 从没听说过道门有玄亲惯 闻言 陆之宁略微松了口气 看来请苏关主来这儿 真的是个很正确的选择 正说着 有个身着道是服的年轻人 不懈地出声讽刺 连什么事都没摸清楚 就敢口出狂言 也不怕被打脸 苏锦朝着那人的方向看过去 小韩低声道 这位是三清官的道长罗胜 昨天进了西潭村的人里面 有一位就是他师父 苏锦点了点头 没什么太大反应 三清官 没听过 不清楚 也不了解 苏锦转头就想离开 却被那人喊住 等等 你这是什么反应 苏锦有些茫然 我需要有什么反应吗 罗胜错不及防被噎了一句 想了想补充道 我是玄清官官主 算起来 那当然还是一官之主比较厉害 苏锦自信地抬起头 他懒得在这浪费时间 转身就走 他要去看看 西潭村里面到底藏什么东西 罗胜站在原地 一脸猛逼 玄清官 没听过 他三清官在悬门中赫赫有名 这小姑娘就这态度 罗胜追上去 就想问个明白 喂 你把话说清楚 你 陆之宁适时地打断他 这位道长 请留步 我苏官主有大事要做 文言 大事 他年纪那么小 能做什么大事 而且 我从没听说过道门有玄清官 估计也是听说了这次的酬精多 跑过来坑蒙拐骗 陆之宁没空跟他扯废话 连忙跟上了苏锦 苏官主 你是要去西潭村 苏锦 对啊 这些人看起来都不太靠谱 想从他们嘴里问出来情况 明显不太可能 还是靠我自己努力吧 他亲自走一趟 什么情况都能看明白 原警跟在苏锦身后 想与苏锦一起前行 却不想 苏锦刚走了两步 回头看向他与陆之宁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我自己进西潭村 不可 会有危险 原警不太赞同 这西潭村被传得如此邪乎 只怕不是没有道理 陆之宁虽说担忧父亲与自家二叔 但这会儿听到 他要独自一人进去 不免也跟着附和原警的话 苏官主 还是结伴行吧 让他一个人去 万一有事 都没个人能照料 苏锦小脸认真 我也想结伴行 但是剩下的那几个人 一看就没什么本事 拖后腿倒是其次 万一跟过来一个 想分他酬金的 那岂不是亏大了 还得保护小跟班 还得分酬金 这种亏本的事 他是不可能做的 而且 他也不会遇到危险 有危险的 只能是那些邪物 苏锦言语坚定 但原警又不肯松口 一时之间 气氛有些僵持 这时 方之鹤恰好走了过来 他与小道士 两人刚赶到这儿 瞧见他们几人 方之鹤主动上前 几位 我们又见面了 小道士方之涵 冲着苏锦眨了眨眼 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呢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模样灵动可爱 第67章 西潭村怨气浓厚 苏锦看了眼小道士 精致的小脸上 一出几分笑意 上次给你的福 记得戴在身上 我一直戴在身上呢 漂亮姐姐 小道士模样可爱 说话也很讨喜 他又道 就是我大师兄 不相信给我福的 嗯 话还没说完 方之鹤就捂住了他的嘴 根据他对小师弟的了解 一听这话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他低头出声威胁 你老实点 旋即 方之鹤看向苏锦 眼神里露出几分疑惑 姑娘也是悬门中人吗 在下白云灌方之鹤 上次拿福祉换香 他以为是对方不懂得 那福祉的厉害之处 如今再见 想来大概是自己猜错了 现在这个时间来西潭村 定然是为了解决这里的事 只是 这姑娘看起来 方之鹤顿了顿 罢了 他不该以貌取人 这姑娘或许年轻有为呢 玄青灌苏锦 苏锦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扭头就想去西潭村 倒是方之鹤听到苏锦这个名字 眼睛瞬间一亮 立马把苏锦 与自己处理过的事件 对上了号 上次处家的事 他晚到了一步 他记得 那时就是一个叫苏锦的人解决的 但他不曾想过 这么厉害的人物 竟然如此年轻 方之鹤瞧着苏锦的眼神 都变了不少 袁锦眼疾手快地 拉住苏锦的手腕 阿锦 太危险 苏锦回头看了看袁锦 默默地给人类的朋友情感 打上了一个标签 麻烦 因为是朋友 所以袁锦担心他 不愿意让他独自前行 因为是朋友 苏锦不好直接把人按着打一顿 他想了想 转头看向方之鹤 你要去西潭村吗 方之鹤点头 我这次的主要任务 就是来解决西潭村的事情 若是苏姑娘愿意 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苏锦 好 他刚才看了一下方之鹤的面相 倒也算是个证人君子 至于道法嘛 虽然比不上他 但肯定比那个叫罗盛的好多了 方之鹤对于和苏锦一同 去往西潭村这件事 心底存了几分期待 他很想看看 这位苏姑娘的道法 究竟如何 苏锦愉快地冲着袁锦说 你看 现在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进西潭村了 袁锦看了看苏锦 再看看长相 还算凑合的方之鹤 总觉得这是哪里不太对 阿锦 他喊了一声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见苏锦以飞快的速度 跑了出去 就像离了闲的剑一般 那速度堪称一绝 袁锦站在原地 眉眼微动 情绪十分复杂 他家阿锦 这是不想听他唠叨了吗 方之鹤低头看向小师弟 只喊 你就留在这里知道吗 小道士不太乐意 可是大师兄 你说过 要带我长见识 我还想看看 妖魔鬼怪长什么样 方之鹤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种危险的事情 自己不可能带着他一起 你若听话 我就给你买烤鸭吃 小道士顿了几秒钟 行吧 那我要两只 两只才能哄好他 哄好了小师弟 方之鹤看向陆之鹰 陆之鹰态度温和地出声 方道长放心 我们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行事定要注意安全 好 方之鹰转身离开 快步朝着苏锦的方向赶去 苏锦就在不远处 等着方之鹰 第67章 西潭村怨气浓厚 袁锦望着那两道 逐渐接近的身影 心情莫名涌上一抹苦涩 可惜 他不能陪在他身边 他不愿意让他跟着一起过去 呼的 袁锦想起来一件事 陆之鹰 我记得你手上还有一道传话符 陆之鹰神色一震 对哦 虽然他们不能跟着苏锦一起进去 但他手上还有传话符 陆之鹰立马给楚琳发了消息 询问传话符的使用方式 然后带着袁锦 还有小道士一起上了车 他找出一面镜子 将符纸贴在镜子上面 虚语 镜子里面出现了楚琳的模样 陆之鹰 你在逗我 楚琳小声解释 不好意思啊 表哥 咱们的那两道符是绑定的 我先联系一下我师父 看看他那边怎么说 楚琳麻溜的又拿出一道符 联系苏锦 陆之鹰有些无语 为什么你的符能 直接联系苏关主 楚琳得意的抬了抬下巴 我师父走之前 特意留给我的 让我有事联系他 虽然现在用手机联系 已经很方便了 但是师父说了 万一到了个没信号的地方 那这传话符 就是最好的工具 很快 苏锦那边就有了回复 楚琳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 苏锦有些无奈 行了 我知道了 话落苏锦切断联系 跟在苏锦身侧的方之鹤 瞧见他拿着符纸传音 有些好奇 这苏姑娘身上的符纸 还挺多 想来就算遇见什么事 苏姑娘应该也能自保 苏锦不是个话多的人 方之鹤也不是那种话多的人 即便他对苏锦有很大的好奇心 也没有一句接一句的询问 苏锦指尖在传话符上微动 随后将传话符贴在身上 很快 符纸消失 另一边 袁锦与陆之宁 也终于看到了苏锦这边的情况 他与方之鹤 两人已经走到了西潭村的村口 西潭村入口处有一块石头 石头上课的 正是西潭村三个字 只是西潭村这三个字 就像是被鲜血浸湿了一般 颜色比朱沙还要红艳诡异 只一眼 方之鹤便觉得有些不舒服 苏姑娘 我们不要距离太远 这儿很是诡异 苏锦应了一声 嗯 两人又往前走了几步 在他们踏入西潭村的那一刻 苏锦微微皱眉 这村子里有很重的怨气 怪不得西潭村 会有一个有去无回的传说 若是普通人进了西潭村 大约会被这浓厚的怨气影响心智 进而出现意外 这时 方之鹤拿出自己的法器 那是一柄桃木剑 剑上有三枚铜钱 可振邪 见此 苏锦发出深深的叹息 方道长 你这样会把他们吓跑 会让他们忌惮你 从而不敢出现 方之鹤有些诧异 那我应该怎么做 不拿出法器 先把那些东西吓退 难道等着那些东西 跑到他们面前撒野吗 苏锦小脸认真 把你的法器收起来 我来处理 方之鹤犹豫了半分钟 才将法器收起 他低声道 苏姑娘 若是你不行 一定要 你才不行 我堂堂玄亲冠冠主 怎么会不行 苏锦绷着一张小脸 认真的纠正他的说法 方之鹤 冠 冠主吗 怎么听起来更不靠谱了 第六十八章 怨鬼碎成了渣渣 方之鹤略作思索 他可以无比确定自己 没在道门之中 听过这个道观名字 玄亲冠 新冒出来的道观吗 方之鹤摸不清苏锦的来历 只是这么年轻的冠主 实在是让人觉得很不靠谱 他眼神微闪 又多问了一句 那苏冠主 你们玄亲冠里 有多少人呢 苏锦理直气壮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个实习大弟子 实习大弟子 方之鹤有些诧异 该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苏锦 目前他还没有正式成为我的徒弟 不过他表现一直都很不错 没意外 就是我玄亲冠的首席大弟子了 方之鹤顿了顿 脸色变得很是精彩 怪不得苏姑娘 是玄亲冠的冠主 原来玄亲冠就他这么一颗毒苗 见苏锦瞧着他 他配合地露出了一道微笑 挺好的 紧接着 方之鹤默默抓紧了自己的法器 呈戒备状态 只要有妖邪出现 他会立刻冲上去 这苏姑娘 大概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虽然他也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勇气 但这会儿他 已经有了确切定论 一个只有这么一颗毒苗的道观 情况可谓是十分凄惨 以及极其不靠谱 甚至是很不正规 有些话 方之鹤没好意思说出来 万一说了出来 容易尴尬 大敌当前 还是专心对敌比较合适 苏锦也没继续跟方之鹤打话 他平静从容地 又往前走了两步 随后停下脚步 方之鹤刚想喊他 却见苏锦抬起手 将食指放在唇边 做了得虚的动作 他危症 站在原地没在动弹 他看向四周 并未发现有什么动静 下一瞬 方之鹤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怨气 朝着他们冲来 他下意识就想拿出法器 冷不防 苏锦护得一道符甩过去 直接将他定在原地 方之鹤 这发展是不是不太对 苏姑娘是不是定错人了 这符纸 难道不应该去定邪物吗 他试图张嘴 却无法出声 方之鹤心中大惊 眼见那邪物渐渐逼近 他慌乱而又着急 邪物可不会留什么情面 就如今这种状况而言 他们两人 怕是要被邪物一网打尽 这苏姑娘倒像是帮倒忙的 要不是他身上没什么邪气 他都要怀疑他 是不是跟西潭村的邪物是一伙的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面对邪物 竟然会以这种方式阵亡 为师憋屈的慌 就在方之鹤着急上火之际 一直不动地苏锦 猛地窜出去 稳狠准地伸手一拽 然后 方之鹤就看到那团邪物 被他硬生生拽下来一块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隐约听到了邪物的哀嚎声 方之鹤满脑子都是问候 苏锦偏头将方之鹤脑袋上的符纸收回 不太高兴地提醒他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不要拿法器 你法器上的道法气息太重 很容易把邪物吓跑 还好他反应快 反手就把方之鹤定住了 不然邪物就该跟他玩捉迷藏了 方之鹤仍旧在震惊中没缓过来 他愣愣地望着苏锦手中拽下来的一小块东西 这明显是邪物身上的一部分 竟是就这么被他活生生拽下来了 就在他疑惑茫然之际 苏锦声音冷漠 还敢逃 第六十八章 怨鬼碎成了渣渣 他反手朝着邪物的方向一抓 那邪物不受控制地落在了苏锦的手中 苏锦二话不说 拎着邪物往地上就是一顿猛杂 我看你还不敢不敢跑 知不知道为了抓你 我跑了多远的路 看着本事也不大 居然还敢害那么多人 谁见你的胆子 狗东西 快分现行 随着苏锦最后一句话落下 那团邪物逐渐变换成一个中年男鬼模样 只是这会儿 男鬼瞧着有些凄惨 他的一只胳膊没了 魂魄看起来也不是很稳 脑袋上坑坑洼洼 脸上都是伤痕 他瑟瑟发抖地望着苏锦 姑 姑奶奶饶命啊 苏锦一脚踹了过去 男鬼被踹得在地上翻滚了几圈 看起来如同一个幼小无助的大可怜 苏锦立声道 谁是你姑奶奶 不要胡乱攀亲切 你们这些鬼都是怎么回事 不老老实实地下地狱投胎 在人间做什么碎 男鬼呜呜呜地发出哭声 我也不想这样 我真的很惨很可怜 男鬼越哭越伤心 哭声也越来越大 苏锦被他吵得有些烦躁 刚往前走一步 就被方之鹤拦住 方之鹤眼神涣散 他已经很可怜了 放过他吧 苏锦 他盯着方之鹤看了两秒钟 反手一巴掌打过去 挨打打的方之鹤立马清醒了几分 他捂着脸有些诧异 苏锦见他恢复正常 转头看向男鬼 声音变得冷利 竟然敢在我面前用哭声蛊惑人心 这么大胆的男鬼 他很久没遇见了 被戳穿的男鬼脸色一变 不再是那副可怜模样 眼底带着杀意与贪婪 该死的人类 破坏我的身体 我要你拿命来还 话音落下 男鬼用一只胳膊 朝着西潭吞的深处 嘘嘘一抓 他身上的怨气在瞬间增加 他的躯体也猛得胀大 就连那缺了胳膊的地方 也重新长出来一条胳膊 苏锦眯了眯眼 原来还是只怨鬼 男鬼不听话怎么办 当然是在按着打一顿了 既然刚刚那顿猛打 没让男鬼长记性 那现在 他就让他常常记性 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回过神的方之鹤 意识到自己着了男鬼的道 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竟然还没有苏锦的警惕心高 他有些不自在地 想要走过去帮忙 却被苏锦一把推开 你躲远点 别拖 别影响我发挥 方之鹤正了正 他刚刚是想说 别拖他后腿吧 他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下一瞬 就见苏锦一道符甩出去 诺大的晴空下 毫无预兆地 批出一道天雷 紫色的天雷 有手腕那么粗 直直地批在怨鬼身上 顿时 那只想要大展身手的怨鬼 碎成了渣渣 连放大招的机会都没有 苏锦眼神闪了闪 一不小心批得太狠了 第69章 带一只倒霉鬼 苏锦蹲在地上 看了看碎渣 很快 碎渣烟消云散 风一吹 什么也没剩下 方之鹤站在那 隐约知道了 苏锦为何如此地有底气 刚才那是天雷符吧 苏锦淡淡地应了一声 心情很复杂地 看着空无一物的地面 整个人有些小忧伤 其实 他还想问那只怨鬼几个问题 一不小心 没控制住力道 直接把怨鬼披了个灰飞烟灭 唉 都怪怨鬼道行太浅 方之鹤不禁沉思 悬门中的天雷符 攻击力极强 一道符砸下去 就算是修行百年的鬼 也得行魂俱散 灰飞烟灭 就如同刚刚那只怨鬼一般 即便那只怨鬼 看起来并不普通 像这种可以随时召集怨气 并且可以 加以使用的怨鬼 算得上是很强大了 然而在天雷符的威力下 别说出招 连躲藏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想到苏锦时不时拿出来的符 方之鹤意识到 这位苏关主 应该是个家里有矿的大户 一道上好品项的天雷符 价值千金 就这么被他 随手用出去了 再加上苏锦拿品项 极好的平安符换香 方之鹤越想越觉得 这位苏关主很有钱 于是 误会就这么产生了 方之鹤忍不住 朝着苏锦头去羡慕的眼神 真好啊 不用像他一样彩兮兮的工作 时不时的 还要特殊小组 跟白云冠两头跑 身负兼职的他 也没能存几个钱 苏锦偏头望向方之鹤 我们再往西滩村里面走走吧 看看能不能再逮一只倒霉鬼 方之鹤跟在苏锦身侧 神情郑重 他张张嘴 想问几个问题 最后还是没问出来 毕竟像天雷福这种珍品 一般情况下 都是很难得到的 若他直接询问 倒显得有些不怀好意 方之鹤最后只是小声说了句 苏姑娘 才不外露 万一他手上还有天雷福 若是被别的心怀不轨的人 瞧见了 容易引出风波 苏锦奇怪地看了眼方之鹤 才不外露 他这么穷的一个人 还有才可以露吗 两人往前刚走了几步 苏锦就察觉到了一只 倒霉鬼的气息 这只鬼的气息很弱 他朝着暗处须须一抓 那只鬼便落到了他手里 这只鬼与刚刚那只不太一样 明显道痕很浅 苏锦拎着他晃了晃 他便吓得缩成一团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回答 苏锦故意凶巴巴地出声 小鬼害怕地看着苏锦 我为什么要回答 苏锦 你不回答我也可以 不知道刚刚那只怨鬼 被我弄死的场景 你有没有看到 你要体会一下吗 悦耳动听的声音里 满是威胁 被苏锦拎着的小鬼 控制不住地颤了颤身子 我听你的 你会放过我吗 苏锦忍不住笑了 果然是一只很年幼的小鬼 居然还想跟他谈条件 第六十九章 逮一只倒霉鬼 你是鬼 不可以一直留在人间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送你去投胎 苏锦多了几分耐心 他能看出来 这只小鬼身上并无任何力气 而且也没有害过人 这样的鬼 他不介意帮他一把 送他入轮回 至于那只灰飞烟灭的怨鬼 不仅力气极深 而且沾过很多人命 那样的鬼 别说投胎 连下地狱的资格都没有 小鬼抿了抿唇 有些难过 那我爸爸呢 也能跟我一起投胎吗 苏锦态度温和 你爸爸在哪 小鬼看向那只怨鬼消失的方向 我爸爸在几天前 被那只鬼老大借走了 借走 方之鹤不是很明白 这个词的意思 但隐约间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刚刚你杀死的那只鬼 是我们西潭村的老大 我们平时都听他的 几天前 他召集了很多鬼 说是西潭村来了外人 要借助鬼的力量 提高他自身的能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西潭村 小鬼刚说完 苏锦就很耿直地出声 你被他骗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借助 而是吞噬 那只怨鬼通过吞噬别的鬼 而提升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 这只小鬼的爸爸 大概早就完完了 小鬼愣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道 那我爸爸还会回来吗 苏锦 不会回来了 小鬼顿了顿 并没有什么伤心的表情 甚至隐约间还有些高兴 方之鹤有点猛 这反应是不是不太对 刚刚这小鬼 还一脸难过的模样 怎么可以转变那么快 当时苏锦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 你爸爸对你不好吗 小鬼点点头 对啊 他对我很不好 没变成鬼的时候 他就经常动手打我 变成鬼以后 更加变本加厉了 苏锦叹口气 摸了摸他的脑袋 那你刚才在难过什么 我只是想到 如果要去投胎 以后就不能回到西潭村了 并不是为了我爸爸难过 小鬼一本正经地解释 苏锦笑了笑 西潭村并不是个好地方 不留在这儿 对你更好 你很厉害 小鬼对苏锦做出评价 你跟我遇见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苏锦没有问他 哪里不一样 话锋一转 直接问道 你知道西潭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小鬼费力地思索着 给出的线索断断续续 以前西潭村很好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西潭村的很多人都变了 我爸也是那时候变的 虽然从前他对我也不好 但不至于动手打我 但是从某天开始 我爸对我不是打就是骂 我身边的人 也变得奇奇怪怪 好像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很陌生很陌生 很多人相继去世 也都成了鬼 我们出不去西潭村 就只能在西潭村生活着 这几句话 虽说说得不够详尽 但方之鹤却听得一身冷汗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整个西潭村的人都出事 苏锦通过这几句话 很快就拼凑出部分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 村子里的人性情大变之前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大事 苏锦顿了顿 换了一个问法 比如村子里一直忌讳的事 突然有人做了 小鬼点点头 对 村子祠堂里有一口井 村里的老人不让我们靠近 说那里有吃人的鬼 后来 井上的石头 不知被谁推开了 村长发了好大的脾气 挨家挨户的查问 第七十章 我想看看西潭村外面的世界 苏锦抿了抿唇 在得到小鬼的回答后 他推测出了大致情况 小鬼给的线索 虽然断断续续 却可以推测出很多事 比如他说的村子里的人 性情大变 那应当是祠堂的井里面 封印了邪物一类的 封印被破坏 整个西潭村的村民受到影响 故而激发出心底的贪婪 以及放大他们本性的 因为受到邪物的影响 导致村子里的人相继去世 这些去世的人 又因为不能离开西潭村 他们体内怨气横生 竟然影响村子里别的活着的人 如此循环 以至于整个西潭村的人都遭了难 当整个村子里的村民死后 聚集到一起之后 这村子里的怨气 也会越来越深 这么多条人命汇集的怨气 又岂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但凡有普通人进入西潭村 都会被怨气影响 再也走不出西潭村 苏锦叹了叹气 这是韦石式的悲剧 他眼神温柔地望着年纪不大的小鬼 你还有什么没了的心愿吗 像他这种年纪小的孩子 心智尚不成熟 不会被怨气影响到性情大变 却会因为怨气而出现各种意外 从而丢掉性命 小鬼认真地想了想 他看了看西潭村村口的方向 眼神里有几分期待 我想看看西潭村外面的世界 心愿如此简单 但对于西潭村的这些亡魂来说 却是难如登天 苏锦伸手摸摸他的脑袋 好 我带你去外面看看 但在此之前 我还要完成我的事情 你是来找人的吗 小鬼诧异地问道 这几天 西潭村来了不少的人 苏锦点点头 对 我来找人 你知道他们在哪吗 小鬼犹豫了一下 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但那些没伤过人的鬼 你们要放过他们哦 只要没伤过人 我都可以送他们投胎 至于伤过人的厉鬼 那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 他们要下地狱接受审判 苏锦不疾不徐地说道 小鬼伸出一根小拇指 我们拉钩 不要骗我 苏锦顿时就笑了 好 拉钩 可可爱爱的小鬼 可惜了 一直没吭声的方之鹤 有些忍不住出声 苏姑娘 仿佛是知道方之鹤想说什么 苏锦先一步打断他 方道长 做人不必过于死板 他们在变成鬼之前 也曾是个人 人有好坏之分 鬼意识如此 何况 如果可以选择 谁又愿意变成鬼呢 没必要 因为他是只鬼 就对他带有偏见 方之鹤没再多说 心中却有些震撼 苏姑娘的想法 似乎跟他们悬门中的人 很不一样 他们会选择超度或是除掉 但不会与一只鬼谈条件 甚至是去帮一只鬼 完成心愿 小鬼拉着苏锦的手 朝着西潭村深处走去 苏锦观察了一下 西潭村的房屋 大多还都是从前的那种土房子 村民死后 村子空了下来 自始无人休憩 想来 西潭村的那些亡魂 在此处已经困了许多年 估摸着要有二十年左右了 他低头看了眼身上 穿着件破烂衣服的小鬼 又叹息了一声 若西潭村当初没有发生那些事 大概他现在 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吧 他去世的时候 也就才十多岁的年纪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停在原地 指了指不远处的一间房屋 他们被抓到哪了 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吗 苏锦询问 第七十章 我想看看西潭村外面的世界 小鬼有些犹豫 我不敢 他带着他们来到这儿 那些鬼会不高兴 会凶他骂他 苏锦指了指自己外衣上的一颗钮扣 那你先藏在我的钮扣上 小鬼微愣 可是我不知道 怎么藏到你的钮扣里 苏锦漂亮的小脸上满是笑意 他手指微动 小鬼立马飞进了他的钮扣之中 一旁的方之鹤 瞪大了眼 苏 苏姑娘 你的道法 怎么如此奇怪 竟是可以随手就将一只小鬼 藏到钮扣之上 倒不是他见识短浅 虽然他也能做到 但需要很多步骤 以及花费很多的心力 而苏锦却轻轻松松 这种事 连他师父也不能如此轻松完成 有问题吗 苏锦看了看方之鹤 心想 果然不应该多带一个人 问题多就算了 还奇奇怪怪 方之鹤心情复杂的一批 这会儿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他一开始以为 苏锦只是因为拥有很多符纸 才有底气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除了是个家里有矿 可以随便买符纸的人 似乎就连道法 也比他高了很多很多 方之鹤觉得自己的认知 似乎要被颠覆了 跟在苏锦身边 这才短短一会儿的时间 他都快不记得自己 这是第几次被震撼了 一会儿震撼 一会儿沉思 仿佛自己就是个 没见过世面的人 可明明 他在特殊小组 也曾立下不少功劳 在白云冠 也是个大师兄 这就很离谱 方之鹤默默地跟上去 他要看看 苏姑娘还能做出什么 让他怀疑人生的事 苏锦走到那间小扑屋门前 即便还没走进去 他都已经感受到了 里面传来的浓郁怨气 里面怕是要有很多亡魂 苏锦回头看向方之鹤 里面的情况可能不太好 我建议你离远点 方之鹤有些感慨 苏姑娘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没想到这种时候 苏姑娘还在惦记她 苏姑娘真是个好人啊 苏锦 想多了 我只是怕你拖后腿 方之鹤边感慨 边上前多走了几步 开门这种小事 还是我来吧 苏锦眼底一出几分玩味 好 方之鹤走过去 推了一下门 嗯 没推开 方之鹤又推了一下 还是没推开 她诧异地盯着这扇门 猛然意识到 这门上有不少的怨气 估计是这门上被动了手脚 一时之间 气氛有些尴尬 苏锦嫌弃地扯了方之鹤一把 将他拽到后面 他一脚踹过去 直接把破败的房门踹到了地上 房门落地 发出东的巨响 尹德里面的人 齐齐朝着门口的方向看过来 方之鹤 苏锦找过去的时候 老太太正带着一堆人 站在那儿等